第一章 射死现场 求收藏 曹静静 你住手 曹静静刚从被丧尸王自曝 把她炸得粉身碎骨的疼痛中回过神来 就听见身后传来一个男人声嘶力竭的怒吼 她的手被眼前哭得梨花带雨的陌生女人紧紧抓着 还没等她条件反射的甩开 就被那女人松开了 紧接着 扑通一声 那女人一个扬倒 自己掉进河里开始扑腾 身后一阵阵的嘈杂声 不知道在吵些什么 耳边传来一阵急速奔跑带起的风声 曹静静只感觉身旁黑影一闪而过 与丧尸搏斗十年的求生欲 促使她脑子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 身体就率先做出了反应 抬腿蓄力 一个干净利落的侧踢 黑影没有丝毫的挣扎 被她直接踹飞出去 碰的一声 撞在了被吃的只剩树叉的大树上 曹静静只感觉这脚感不太对 太轻也太软了 应该不是丧尸 仔细一看树下 一个男人四仰八叉 和死了一样仰躺在地 身后的曹杂生静了 水里的人也不扑腾了 场面一时间陷入了落真可闻的寂静 曹静静还没反应过来 眼前到底是什么状况 就感觉脑子一阵炫痊 断断续续的画面出现在她的脑海中 一个叫曹静静的小姑娘 作为一父子 从小被母亲和哥哥们当小公主一样 宠爱着长大 自小和同村比自己大四岁的小哥哥 为明朗定了亲 在小姑娘的视角 两人亲密无间 两小无猜 青梅竹马的长到了十八岁 眼瞅着俩人就要结婚了 结果小哥哥爱上了来村里 下乡的知青赵软软 对她各种厌恶 小姑娘伤心欲绝 于是 她开始报复小哥哥喜欢的女知青 想让她知难而退 可没想到 每次欺负女知青的时候 都会阴差阳错的被小哥哥发现 甚至好些时候 她都没有去欺负女知青 也会莫名其妙的赖在她头上 渐渐的 她与小哥哥的关系渐行渐远 在村子里的名声也变得极差 母亲和哥哥们因为小哥哥和女知青的抱负 全都下场凄惨 最后 小姑娘嫁给村子里最恶心的地痞无赖 被无赖因为生不出儿子家暴打死 而小姑娘重生到今天 恰恰就是小姑娘悲惨命运的开始 她把女知青叫到河边 想和她好好谈谈 让她放弃小哥哥 结果女知青不知道怎么回事 掉进了水里 小姑娘莫名其妙就成了罪魁祸首 被所有人诋毁 谩骂的日子 小姑娘一个没受处刺激 直接魂飞魄散 让她这个异界灵魂占了锣布坑 反应过来 自己应该是被丧尸王杀死后 穿到这个倒霉小姑娘身上的曹静静 事件 毁灭吧 还没等她细想 地上刚才还在挺势的男人 像回光返照一样 在地上抽了抽 微微睁开眼睛 艰难的挣扎着坐了起来 目光狠立的瞪向曹静静 一脸厌恶的咬牙切齿道 曹静静 你好样的 软软要是出了什么事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这女人简直没皮没脸 每天只知道害人 家里怎么就给她订了这门情 曹静静默默地回头 看了一眼河里 早就因为没人去救 觉得自己往下也没意思 干脆自己坐起身 不再扑腾的赵软软 面无表情地道 你想让她出事 还得让她尽快躺下 不然这两年干旱 河边都干得快见底了 再过段时间等河干没了 想出事都办不到了 死 在场的村民都倒吸一口冷气 谁都没想到 曹家这小姑娘这么恶毒 把人推进水里 一点愧疚心没有不说 居然还能说出来 这么缺德的话 果然龙生龙 凤生凤 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这一损 就损成了一家子 简直和他家老太太 一个母子刻出来的极片 也不怪卫家小子不敢娶 碰上这么个好吃懒做 还心思不正的姑娘 哥谁谁敢要 魏明朗见曹静静 因为粘酸吃醋 不但想把赵软软 推进水里淹死 事情暴露了以后 还坏得这么理智气壮 简直气得心肝皮肺肾一起疼 他怎么敢这么欺负他的软软 望了一眼 狼狈从水里爬起来 浑身湿透 孤零零站在岸边的赵软软 顿时心中一阵抽痛 艰难的站起身 一个剑步就冲了过去 把自己身上的衣服脱下来 仔细地裹在赵软软身上 看着他的目光柔得能滴出水来 眉目间还带着满满的愧疚 再回头看向曹静静 眼神顿时冷了下来 深呼吸两口气 压下怒火 他面色有些猙獰的道 曹静静 这辈子就算娶猪 娶狗也不会娶你这种恶毒的女人 第二章 极品互短骂 曹静静点点头 煞事平静地道 好 这你们猪狗一窝 早日成婚 扑吃 身后的村民们没忍住 哪怕觉得曹家这姑娘不像话 也架不住这话太损 太气人 让人太想笑 你 为明朗气的面红耳赤 只当曹静静又想耍什么滑招 高声斥责道 曹静静 你不要太嚣张 今天你把软软推下河的事 绝对没完 我身为大队长 一定要把你这种独流青出大洋村 为明朗目自欲裂 心疼自己怀里瑟瑟发抖的软软 恨不得把曹静静碎尸万段 这年代 缺衣少粮的 不在村里干活 就没有粮食 被村子里撵出去的人 基本上就活不下去 众人见事情往不可收拾的方向发展 纷纷劝说 曹家 小闺女 你也别太过分了 都把人家赵之清推进水里了 还说话那么难听 你这样嘴巴多 小心以后嫁不出去 魏家老二眼瞅着就不会娶她了 还不赶快改改这脾气 也能找个下家 名声真臭了 这还不得胜在家里啊 是啊 曹家小闺女 你和赵之清道个歉 反正现在人也没啥事 赵之清也不会和你计较 村子里的人自认为为曹静静解围 道个歉这事就过去了 还是曹静静占便宜 到底还是自己人比外来的知青重要 想把这件事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魏家小子也真是倒了八辈子的血眉 才订了这么一门娃娃亲 曹静静见这些父老乡亲 根本没明白怎么回事 就开始七嘴八舌的谴责她 心里顿时一阵不爽 皱着眉 很诚恳的道 不是我推的 可她这话根本没人信 刚才往这边赶的人 都看见二人拉拉扯扯 紧接着赵之清被推了一下 身子一痒 掉进水里 不是这个嫉恨赵之清 抢了自己未婚夫妻的曹静静 还能有谁 魏明朗自然也不相信 一脸嘲讽的道 不是你推的 是谁推的 当时就你们两个在河边 所有人都看见你推软软下河 曹静静 都到了这种时候 你还在抵赖 难道你想说是 软软自己跳下去 冤枉你 曹静静的目光 扫向赵软软 微微一挑眉 她还真就觉得 刚才这人是故意的 语气有些玩味的道 你自己说呢 是不是我把你推下去的 要真是她故意的 不撕下她一层皮 她就不叫曹静静 赵软软被曹静静点名之后 眼神里带着恐惧 浑身一个机灵 委委屈屈的趴进 魏明朗怀里 一边摇头 一边抽抽叶叶的道 不是曹静静推的我 真的不是她 你们不要误会她 都是我不好 我不该和魏大哥走得太近 是我让她误会了 说着 就开始在魏明朗怀里 微微挣扎 那力道比脑痒痒 也没大多少 魏大哥你放开我吧 不要再让曹静静 继续误会下去了 你们两个好好在一起 我以后离你远远的 曹静静就不会再误会我了 曹静静 这小表杂 明明承认了不是她推的 还说些摩棱两可多余的话 往她身上引 她这么说完了 谁会觉得不是她推的她 就是了低级绿茶 果不其然 村民们和魏明朗听了她的话 一个个的都更愤怒了 村民们现在也顾不上 是不是村里人 要不要护着村里人 都觉得曹静静太过分 不能再包庇了 纷纷谴责曹静静 曹家小姑娘 你这也太恶毒了 把人家好端端的知青 祸祸成这样 还逼她包庇你 这做人不能丧良心呢 生产队里面 怎么能有你家这样的人 简直给整个村子丢人 你再这么下去 村子里可是真的融不下你了 大家现在家家户户都吃不上饭 没事的时候 全在家里躺着 省着一动就饿 能不能别折腾大火 浪费大家的精力 本来就没饭吃 饿死了怎么整 谁说容不下我闺女 一声尖利的怒吼 破开人群 震得大家耳朵疼 随之而来的是一个 穿着整齐蓝色破布衫 面色很利的老太太 她身后跟着三男三女 从远处飞杯而来 在场的人看见这七个人 面色骤然巨变 一改之前的义正言辞 谁都不敢再多说话 谴责曹静静半句 站在一旁安静如鸡 魏明郎面色大变 不想和这几个 虎脚蛮缠的人纠缠 再让赵软软受委屈 立刻就想抱着赵软软离开 已经跑到魏明郎身边的老太太 怎么可能让她跑了 一把抓住魏明郎胳膊 驾轻就熟的腿一软 坐在了地上 捂着脸嚎啕大哭 哎呦我的妈呀 天老爷呀 这日子可是过不下去了 资本家做派小姐 想搞破鞋 天天往别人姑娘的男人 怀里钻 还冤枉我家姑娘推她下水 想坏了我家姑娘的名声 好称虚上位 可惜啊 被资本家小姐钻怀的男人 是我们队里的大队长 不但要包庇资本家小姐 还要谴责我们 这些老百姓 没有能为我们这些 小老百姓做主的官 这日子可怎么过呀 我不活了 第三章 忘恩负义未婚夫 紧跟着 后面跟老太太一起来的那六个人 都跪在地上 给老太太磕头 曹三媳妇 一脸傻乎乎的真诚道 娘 你可不能想不开呀 你走了 我们可怎么办呢 要不我帮你把这些坏人打死 您可别想不开呀 谁欺负他们家 打就是了 曹大媳妇垂头眼下眼中的算计 高声道 娘没事 大队不公平 咱们就去别的地方 找上面人管 我就不相信 这年头 还有人破坏别人婚姻 还能干干净净的过火 不薅下来一层皮 怎么能赔偿他们的损失 曹二媳妇用小手啪擦眼泪 哭得七七爱 娘 您可别想不开 您要是想不开 我们全家都跟您去了 这大洋大队 容不下我们曹家 这饿着肚子呢 还得和婆婆出来一起吵架 真是太烦了 在场的人 对曹家人的虎脚蛮缠 早已习以为常 可每次看见 都觉得心惊胆战 顿时闭嘴不言 乖乖离得老远看热闹 生怕或是惹到自己身上甩不掉 第一次在现实中 见到这种大场面的曹静静 看得目瞪口呆 曹家这几个人 分明不知道曹静静是清白的 可却在这儿不问缘由地 为他出头 果然和小姑娘记忆里一样 他在家里是真的受宠 魏明郎脸色 就和吃了苍蝇一样难看 想说点什么 却被赵软软拉住了 他小声在魏明郎耳边道 忍一时风平浪静 别为了我让这些 虎脚蛮缠的人缠上 我不想因为我 让你受委屈 话落 他一脸隐忍地看向曹家的几个人 屈辱的咬牙道 今天都是我的不对 你们不要为难为大哥 魏明郎见他 明明受了欺负 却要为大局忍气吞声 为他出头 作为男人的自尊心受创 心里的火蹭蹭往上帽 对曹家的不满到了极点 也在此时下定了决心 他神色坚定 目光厌恶地看向曹母 沈子 您别胡搅蛮缠 今天所有人都看见了 是曹静静把人推进了水里 他想抵赖 也抵赖不了 我和曹静静真的不合适 今天回去 我就让我娘去你家 把咱们两家的婚给退了 我不能再允许曹静静 欺负软软 曹母一听这事 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这见一丝千 怎么还说的 和她有理似的 这要是放古代 眼前这一对狗男女 全都得进猪笼 真是可怜了他们家小妖 怎么偏偏喜欢这种人 要不是小妖非要嫁她 他们曹家人 早就让这两人好看了 高声呵斥道 你这没良心的白眼狼 当年你爹上山打猎遇见狼 是我家静静 他爹用命换来你爹的命 那个时候 你怎么不说退婚 你们家吃不起饭了 舔着脸上 我们家借粮 我们家把仅存的二十斤骨子 借给你们家十斤的时候 你怎么不想着退婚 现在 你当大队长了 有出息了 看上了人家有文化的知情 又反过来觉得 我们家静静不好了 我怎么就没见过 你这么忘恩负义的人呢 合着你这有世中无业 无事下迎春 你们老魏家 用到我们老曹家的时候 就亲热的叫亲家 用不到我们老曹家 就可以把我们老曹家 一脚踹远了 天底下 哪有那么好的事 曹母以一个不似老年人的速度 曾背一下从地上站了起来 抓着魏明朗 就开始暴打 第四章 他算了我还没算呢 老太太一边打 一边喊 我打死 你这忘恩负义的白眼狼 你还我男人命来 我们家静静命苦啊 从出生到现在 连他爹的样子都没看到 还碰见了你这种 忘恩负义的白眼狼 你把我家静静的爹还给他 我们立刻就退婚 曹静静在原主记忆里已经知道 老太太到底有多能干 根本不怕他受欺负 站在不远处 乐呵呵的看着魏明朗 被曹母邪恩图报 打得根本不敢还手 心里别提多开心了 时不时的上去填两脚 狗男人这婚约绝对不能要了 他留着都觉得恶心 可却不能是这狗男人铁 末世前 全国首富曹家唯一的大小姐 千娇白宠的长大 根本没有人敢给他气瘦 末世后 他觉醒了火系和空间系双系一能 对谁不满就往死里抽 别人供着他都还来不及 哪会有人敢欺辱他 除了最后和丧尸王同归于境以外 他根本就没吃过亏 现在却被一个六十年代眼下的老农民欺负 他曹大小姐不要面子的吗 让这狗男人先被揍一顿 收点利息也好 原本村民们还觉得曹家过分 对他们家指指点点 想过来劝 可一听曹老汉的死音 所有人都闭嘴了 老曹家为了老魏家丢了一条命 老魏家别说是个儿子了 就是把命赔给人家也没用了 魏明郎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他们家欠老曹家一条命 是不争的事实 顿时开始反思 自己对曹静静是不是有些太过分了 即使不喜欢他 也应该慢慢和他退婚 赵软软看出他的转变 心里一惊 顿时放软了声音道 你们不要为了这事伤了和气 都是我不对 真的不是曹静静推的我 你们别吵了 我只是衣服湿了 没有别的事 我不在意的 今天这事就算了 说着 微微露出自己被划伤的手臂 鲜血从小避伤口中流出 特别刺眼 魏明朗见到心爱的人受伤 又为了大局这么委屈求全 怎么还有理智在 火气蹭的一下就上来了 他严肃的道 婶子一马归一马 人死不能复生 曹叔的命我没办法还给他 可我也没办法容忍曹静静这种女人 和我结婚 就算我们两个结了婚 我不喜欢他 他也一样不会幸福 今天这事既然软软说算了 就算了 不过我不希望再有下怀 他说的理直气壮 曹静静可能是无辜的 话落抱着赵软软就想走 可手臂却被人像钳子一样孤住了 任他怎么挣扎都挣脱不开 他不敢置信的看向抓住他的曹静静 语气阴沉的道 曹静静软软都放过你了 你还想怎么样 曹静静皮笑若不笑的 看了这个智障眼 完全不能理解 这吃着锅里 想着盆里 见一丝千的男人 说出这么理直气壮的话 底气到底从何而来 知道说再多都是无用 好在 现在他是一个动手能力极强的行动家 语气嘲讽的道 两个人之间发生的事 他说算了就算了 他算了 我还没算了呢 第五章 退婚 说着就一把抓过赵软软 往河边拖 魏明郎想去拦 却被曹家的三个哥哥给架了起来 寸步难行 只能焦急地对着曹静静怒吼道 曹静静 你想干什么 曹静静头都没回地 拉着挣扎不已的赵软软 扔下一句 证明给你们看 不是我推的 赵软软 现在简直要疯 死命地挣扎 扣着曹静静的手 想让他放开他 事情的发展方向不对 不应该是曹静静被千夫所指 而他被魏明郎百般呵护地带着离开吗 他怎么会莫名其妙地落在曹静静手里 刚才他陷害曹静静 现在曹静静得到机会 指不定怎么报复他呢 他只想赶紧跑 远离这个疯子 可也不知道曹静静到底哪来的那么大力气 无论他怎么挣扎 根本就挣扎不开 放软了声音 祈求的说 你放开我 曹静静 有什么话好好说 我从来就没想过 和你抢为大哥 赵软软自认为并没有骗人 因为魏明朗一直就喜欢他 他根本就不需要抢 可他不知道 曹静静现在早就换了性子 根本就不关心他和魏明朗到底怎么样 只是不想平白让自己受这份委屈 所以才想给大家证明一下自己的清白 他把赵软软拉到河边 之前二人所站的位置 在众人惊恐的目光下 双手使劲往赵软软身上一推 令众人惊讶的是赵软软根本没有像刚才一样 直接跌到河边浅岸 而是直接飞出去 掉进了河的正中央 虽然连年旱灾 可干河的也只是河岸边 河岸正中的水起码还有四五米深 赵软软不会水 掉进河里的那一刻 惊魂未定连喝了好几口水 发现自己脚尖无法触碰到河底以后 疯狂的开始扑腾 挣扎 呼喊救命 魏明朗看到这一幕 双目赤红 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可却无法挣脱曹家三个哥哥 声嘶力竭的怒吼 曹静静 曹静静漫不经心的回头看着他 随口回了个 道 手指的指在河正中央 不停扑腾的赵软软 看见没 这才叫我推的 不轻不重的往河边一坐 就说是我推的 看不起谁呢 在场众人 不吃 虽然觉得这行为有些荒唐 但却莫名的好有道理 是怎么回事 原主本身就是个女力士 力气奇大无比 曹母怕他小姑娘力气太大 嫁不出去 所以一直让他伪装成普通姑娘 曹静静这么干 倒是没引起曹家人的怀疑 只以为他是生气 忍不住打人才露线了 心中还暗暗道 打得好 曹静静对着三个哥哥摆摆手 轻声道 让他去救人 三个哥哥向来听妹妹的话 二话没说 当即松开手 卫名郎好似脱江的野马 一个箭步就跳进河里 游去就已经被灌了半天水的赵软软 曹静静站在岸边 嘖嘖嘖的扎嘴 大队长 你有婚约在身 还尚赶着去救别的 有婚约在身的姑娘 真是不检点哪 要是原先 村民们可能还说是曹静静过分 魏明朗救人有情可原 可经过刚才那么一推 大家除了感叹曹静静力气真大 也莫名其妙的就接受了 不是曹静静推照软软下河的事实 现在在场这么多未婚男人 女人都没动他 魏明朗一个有婚约在身的男人 就急吼吼的下水 去救人家姑娘 不是不检点是什么 还大队长呢 魏明朗心里气得够呛 却没什么好说的 他坚信 刚才一定是曹静静故意耍诈 陷害软软 甚至还想败坏她的名声 软软那么温柔善良的姑娘 怎么可能陷害曹静静这种狠毒的女人 现在还拿话稀罗她 她绝对不会娶这种女人 曹静静在岸上乐呵呵地看两个人 往岸边挣扎 赵软软的淑女气质早已不在 现在狼狈地合下了水的脱步 没有什么区别 魏明朗更是狼狈不堪 看向曹静静的眼神 像脆了毒一样 曹静静默默地想着 现在她要是拿根棍 把两人对回到河里 是不是有点不太人性 眼瞅着魏明朗 半拖着赵软软上了岸 曹静静笑眯眯地挡在两人身前 冷静地道 魏明朗 从现在开始 就解除我们两个的婚约吧 不是因为你一情别恋 而是因为我曹静静 看不上你这种眼瞎心眼瞎 左右摇摆 举气不定 自私自利的懦弱男人 第六章 户短的哥哥们 曹静静根本不给她反驳的机会 继续道 我爹的死 没有办法 让你爹把命赔给我爹 这件事 咱们先不论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欠我们家的粮食 咱们两家断了 你就应该立刻还上 别做一个吃钱 未婚妻家软饭的男人 让人瞧不起 大队长 人的要脸 你说对不对 魏明朗被曹静静几句话 对得面色铁青 他从小到大 都是别人家孩子的榜样 还是第一次 有人敢当面 指着他鼻子骂 而且还是曹静静 这个心机深沉 还恶毒的女人 抱着赵软软咬牙切齿的道 好 曹静静 退婚可是你说的 村里这么多人听着呢 你以后再反悔 也没有用 曹静静伸手捋了捋自己的头发 微微一笑 明眸善赖 倾国倾城 吃 我长得像狗吗 怎么会对一些阿渣的玩意儿 情有独钟 哈哈哈哈 曹家的几个人 根本不给魏明朗面子 全都大笑出声 狗能喜欢吃什么阿渣玩意儿 不就是骂魏明朗 是臭狗屎吗 他们家小妖 什么时候这么会骂人了 一定是被魏明朗气傻了 曹家的几个哥哥 向来是户短没商量 从小受着母亲的言传声叫 早早就知道 这世界上 只有妹妹才是最重要的 而他们必须成为妹妹的依靠 无条件保护妹妹 魏明朗被曹家 这几个人气的面色战红 表情阴沉的不像话 不愿与这几个人多说 楼锦照软软二话不说 一甩袖子就走了 再留下去 他绝对会被曹家 这群极品给气死 魏明朗灰溜溜的走了 曹家的人 却一个个的乐开了花 不是因为跟人吵架吵赢了 以他们家的战斗实力 吵架 打架 赢了实属平常 他们开心的是 自家小妹想通了 不再眼瞎了一样 握着那个没良心的东西不放手 曹大哥没眼精明 乐呵呵的道 妹妹 你想开就好了 你别担心 要是气不过 我明天就去村委会闹 让所有人都知道魏明朗 那个狗娘养的是个狗破鞋的 啥时候 他不干这个大队长 我啥时候了事 绝对不能让咱家小妹 白白受欺负了 曹二哥也笑嘻嘻的 凑到曹静静旁边 大哥明天去闹 咱今天晚上 也不能让魏明朗那臭小子消停 今晚上二哥叫上兄弟 从村委会那儿套麻袋 把这对狗男女揍一顿 叫他们敢欺负我们家小妹 打死他们 一定要让全村的人都知道 我们家小妹谁都不能惹 曹三哥低着头 凑到二人跟前 像个幽灵一样 阴阴沉沉的道 二哥打架戴上我 我最厉害了 曹二哥一脸 不愧是我弟弟的表情 胳膊夹在曹三哥脖子上 把人往怀里一楼 得意洋洋的道 不愧是我们曹家的男人 有出现 曹静静看着几个哥哥 为自己打抱不平 虽然知道 他们打抱不平的人是原主 可现在感受到 这一切的是他自己 这让曹静静 心里依旧暖暖的 心到 怪不得原主虽然极品了点 可心思却那么单纯 让人坑了好几回都不知道 这一看 就是因为家里人 把他保护得太好 曹静静在末世之前 从小生在豪门 虽然家里从来不缺钱 可亲人能陪伴他的时间特别少 他心想 在原来的世界他已经生死 连尸体都没了 估计以后肯定也回不去 他这人虽然从小养成的脾气刁钻 可却能分得亲好来 若是这一家子 以后都对他很好 他也会将心比心 对他新的家人好 天上的日头很大 烤的地上有些烫脚 空气中是一阵阵 被太阳烤出来的波纹 曹静静觉得 既来之子安之 或许他可以在这个 没有丧尸 也没有编异兽 极度安全的世界里 好好地活下去 一路上 家里人因为曹静静的 迷途知返 兴致特别高 叽叽喳喳地聊着天 回到家里 大家立刻跟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行尸走肉一般 往自己屋子里拖自己 没办法 现在自然灾害严重 正是缺粮缺得严重的时候 家里人一天一顿饭 还都是 只飘着几粒骨子的粥 连卡嗓子的馍馍 都是奢侈品 刚才曹家人 为了家里的小闺女 全家出征 已经耗费了太多体力 现在回到家以后 哪还有力气支撑自己 第七章 穷啊 呃呀 曹大宝见到自家奶奶回来 比看见亲爹亲妈曹大哥 和曹大嫂还亲 拉着弟弟和妹妹们 哒哒哒地就跑了过来 一脸渴望地看着王大花 奶 我们饿了 咱啥时候吃饭呢 王大花聊起眼皮 瞥了他一眼 没好气的道 吃吃吃 你一天就知道吃 一天哪有那么多饭给你们吃 不知道现在家家户户都没粮食 还带着弟弟妹妹们乱跑 消化得能不快吗 都说半大小子吃穷老子 这几个孩子 虽然最大的也只有八岁 可嫁不住他们 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没一会儿 功夫就饿啊 王大花觉得 这灾年的孩子 就是冤家 永远有张不完的嘴 要不完的饭 不过 毕竟是自家的孙子 孙女 怎么可能不心疼 王大花道 再过半个小时 我就去做饭 都等一等 大鸭 二鸭 你们两个一会儿 上山上去找一找 看看 还有没有野菜能挖回来 咱晚上也能下到周里 大鸭和二鸭见奶奶 让他们去挖野菜 小脸一下 就垮了下来 大鸭 来 那山上早让人嚎吐了 连树上的叶子 都让人嚎光了 现在上哪去找野菜去啊 正常野菜 春天开始涨 夏天正是茂盛的时候 可去年冬天 他们大洋村 就有好几个老头 老太太都快不行了 刚一开川 草刚发了个苗 就让人给吃光了 怎么可能留到现在 王大花自然也知道这个道理 无力的深深叹了一口气 那就再等等吧 看看今年的救济粮 能不能发下来 去年就说能下来 可是隔壁村收成 比他们还不好 上面决定先给隔壁村 他们大洋村 只能勒紧 哭腰带过日子 他对众人摆了摆手 都先回去躺着吧 别乱动 不动他 就不饿 话落 他拉着曹静静 就往屋子里走 几个孩子 三个儿子带着媳妇和孩子 一人一间 自然是他和未出嫁的女儿一间房 老太太把人拉到屋里后 小心翼翼的左右看了看 赶紧把门关上 拉着曹静静 就往自己炕头柜走 语气温柔的道 妖妹在外面和魏明朗 那个白眼狼 他们吵架累到了吧 娘这里还有点饼干 你先拿着吃 说着 他打开自己的炕头柜 小心翼翼的拿出来一个不大的纸包 把纸包上面的油纸 一层层轻轻的打开 露出里面已经干出裂纹的饼干 老太太怕好好的饼干碎掉 非常小心地拿起来一块 递给曹静静 来 妖妹 你先吃 一会儿娘 就去给你做好吃的 煮个鸡蛋 给你补身体 先吃这个垫垫肚子 老太太对待饼干那真是劲 一看就特别宝贝 手里那几块饼干 可她递给自家闺女的时候 却不带半分不舍 面对老太太那诚挚的目光 曹静静即便再饿 也不可能伸出那手去 她虽然没在这个年代待过 但也学过历史 自然灾害的时候 都闹饥荒 有多少人因为没饭吃 而吃土 最后因为土不消化 人就不成了 老太太对她这小闺女是真的好 可她真正的小闺女 却已经不在了 看着对待自己淳朴又慈爱的老太太 曹静静有些心酸地推了回去 娘 我不饿 你吃 曹静静现在不想干别的 只想找个没人的地方 看看自己的空间还在不在 老太太对她是真的好 她顶了人家的女儿 受了她对女儿的爱 就不可能对老太太现在的窘境 置之不顾 老太太看小闺女 要把饼干给自己吃 眼泪无声地就掉了下来 满脸的腥味 拿着饼干的手去 再次伸向曹静静 声音有些哽咽的道 娘不饿 妖妈吃 我们家妖妈长大了 知道心疼娘了 娘果然没白疼你 比你哥 你嫂子那些白眼狼强多了 老太太这话说的十足偏心 别人哪是不想给她饼干吃 那是老太太手里 捏着家里所有的粮食 根本就不给别人 别人怎么给她吃 可老太太不这么想 她养了这么多孩子 就他们家妖妈 还知道把吃的留给她 这叫她怎么不敢动 果然就和她怀孕的时候 云游来的老神仙 和她说的一样 他们家妖妈 是有大福气的 肯定能给全家带来好日子 看看现在 可不就是开始孝顺她了吗 曹静静想了想 老太太现在表情这么殷切 她要是不吃 老太太心里肯定不得劲 可她不但是因为心软 不想吃这饼干 更是因为这饼干裂成那样 怎么看怎么是过期的 她根本吃不下去啊 想了想 接过老太太手里的饼干 从中间掰开 那娘 咱俩一人一半 说着 将一半塞到了老太太嘴里 老太太想挣扎 可她那速度 哪有长期和丧失搏斗的曹静静快 直接一口饼干 就被塞进了嘴里 老太太眼泪啪哒啪哒的 就开始往下掉 比刚才哭得凶多了 她用袖子擦了擦眼泪 颤抖着双唇道 好 妖妈和娘一人一半 曹静静从小被人捧着长大 根本不怎么会哄人 劝了半天 老太太才停止哭泣 曹静静已出去吃饼干为由 带着那半块饼干 连忙就跑了 吃了人家的东西 总不能不还 她要试试自己的空间 还好不好用 即便是不好用了 她也要想办法 弄点吃的给家里 不然老太太这份厚重的感情 她真怕一味的索取时间长了 情深不受 至于手里那块饼干 对不起 她是真吃不下去 出门在家里找个幸运观众 把奖发给她好了 第八章 有能力还委屈自己的兜傻 曹静静刚出房间 坐在屋檐下 就开始用自己的异能沟通空间 让她欣喜的是 空间沟通上了 她之前在末世搜刮来的 几个商场的东西 一样都没丢 之前打的异兽肉和金盒 也全部都还在 可现在问题来了 里面的东西都太好 远远超过这个时代的生产水平 她得想个理由 才能拿出来 还得保证 家里这些人绝对能信任 不然 她前脚直接空手变东西 第二天就能因为搞封建迷信 被送到街上游街 多走两步路 她不怕 剃头她可受不了 可即便在末世的时候 曹静静也仍旧因为实力强大 过得锦衣玉食 怎么可能委屈自己 在鉴定所有人都可信之前 一直都饿肚子 委屈谁都不能委屈自己 自己有能力 还非得藏藏叶叶的受委屈 那都是缺心眼 曹静静自认为智商正常 所以她选择了顺从自己的心意 按照原主的记忆来讲 这附近的山上 轻易不让村民上去 因为有野兽吃人 吃人好啊 肉食动物肉都紧是 有嚼劲 又好吃 她是时候该上山一趟 成奸除恶 保护人类了 曹静静在原主的记忆里翻了翻 原主是个好吃懒做的懒蛋 基本没干过什么活 更别说是上山了 一个活在山村里的小姑娘 长到18岁 居然因为害怕山上有猛兽 一次都没上过山 连去山脚下都没有 就很神奇 农村的地都不值钱 这也导致房子虽然破 但是都很大 曹静静出了她和老太太住的乌郎拐角 就看见王二鸭坐在院子里 用枯黄的干草编草鞋 别看小家伙年龄不大 今年才五岁 编草鞋的技术是真的好 曹静静这个见过无数旅游区 街边卖草鞋的人 都自叹不如 她有些好奇地走过去 对着任认真真编草鞋的小姑娘 诚心地夸赞道 你编得真好 是给你自己编的吗 曹二鸭见到脾气向来不好的小姑姑 顿时浑身一个哆嗦 强忍着害怕 有些怯生生地道 不是 是给三鸭编的 娘说 我们是小丫头骗子 没钱给我们买鞋 我穿了大姐的 可我之前那双 也是剪大姐的穿 穿了好长时间 已经坏了 三鸭不能接着穿了 所以 我就给她编了个新的 曹静静想 这会儿的孩子 是真懂事 这么点的孩子 就知道照顾妹妹 买相后世全都是熊孩子 到了末世以后 照顾别人的孩子 更是不存在了 因为太弱小 大多数都在丧失病毒 爆发初期 就死了 小部分有能力的 更是弱肉强食 自己要有个啥 都不会干的妹妹 不抢她的 就算心善了 谁会像二鸭这种 主动要求照顾妹妹 曹静静把饼干 递给曹二鸭 与其商量的道 我想上山摘点野菜 你带我去 这饼干就是你的了 曹二鸭见到那半块饼干 直咽口水 但她知道 要是她敢抢 她小姑姑的吃的 不说她奶 就说她爹 都能把她打得屁股开花 即便看向饼干的眼神 依依不舍 可还是坚定的摇头 小姑 你吃吧 我不爱吃饼干 现在山上没啥野菜 去了也是白去 曹静静自然不是上山里 菜野菜的 野菜有什么好吃的 那么素 不就是能吃的草吗 难道饱含蛋白质 软淡的肉不香吗 我没上过山 拿着半块饼干 给你做报酬 你带我去 我不会告诉你奶 和你爸妈 你去不去 不去 我就去找大鸭了 曹静静丝毫不觉得 这个年纪的孩子 挨了那么多天 还能忍受住饼干的诱惑 就如他想的一样 二鸭舔了舔嘴 最终还是没经受住诱惑 对曹静静道 小姑姑 你真不会告诉奶 和我爸妈吗 曹静静心想 小家伙防范心还挺重 很认真的点点头 不告诉 走吧 二鸭放下手中的东西 点点头 接过曹静静手里的饼干 一本正经的道 小姑姑 你别去找大鸭 大伯他脾气不好 要是知道大鸭姐拿你东西 肯定会打死他的 被我爹知道了 我拿你东西 我爹顶多 把我打个半餐 无论你把吃的给了我 还是大鸭或者谁 最后 我们都会给其他几个兄妹分的 所以 你给谁都一样 曹静静 突然就觉得 他们所有人都好伟大 只有他一个人 以小人之心夺 君子之父 是怎么回事 明晃晃的和他说 吃的给谁都是给 被知道了 无论是谁 就会被家里大人揍一顿 反正 他们都会分着吃 只有他拿着小孩子那套 你不干我 就找别人干了的戏码 心胸狭隘了呗 曹静静扯了扯嘴角 把饼干光明正大的 塞到这心眼多的小丫头手里 也不管墙脚那里站个人 已经看见了他们的思乡瘦瘦 丝毫没有压力的道 走吧 带我上山 第九章 偏心 二丫倒是个手信用的 或许 也有可能是因为怕原生 他二话不说 把饼干揣进兜里 就往门外走 走到门口时 还一本正经的回头 有些怯怯的对曹静静说 小姑 快走吧 一会儿太阳下山了 再上山 就太危险了 虽然他仍旧不觉得 现在这时节 能在山上找到野菜 可他是个男人手短的人 要是他拿了他小姑姑的东西 给他小姑姑把事办了 他爹撑死 就是揍他一顿 他要是敢拿了他小姑姑的东西 还不给他小姑姑办事 他爹能直接包了 他一层皮 曹静静倒是无所谓 直接跟着二丫屁股后面就走了 小丫头走路一蹦一蹦的 估计他奶钥匙看见了 肯定又会说他乱动 饿得快 曹静静和二丫刚走 曹大嫂就从墙角里走了出来 跟做贼似的回到自己那屋 爬上炕 推了推自家男人 压低声音说 刚才我看见你小妹给二丫东西了 我要没看错的话 那应该是饼干 肯定是娘偷偷给小妹的 你说都是一样的侄女 怎么偏偏给二丫不给大丫 曹大嫂对全家都宠着曹静静 心里不满 但却碍于婆婆和自家男人 全都无脑护着曹静静 根本不敢说什么 刚嫁过来的时候 她不是没想过和曹静静对着干 可几天功夫 就让婆婆和男人双管齐下 收拾的服服贴贴 可现在 她不敢嫉妒 老太太给小姑子好吃的 和小姑子分好吃的 怎么能光给二房 不给大房 曹大哥躺在炕上 眉头微微皱了皱 倒是没担心 给哪个孩子的问题 直接不满的开口道 这二丫也太不懂事了 娘好不容易攒点吃的 给小妹补补 她怎么能要小妹的东西呢 简直太不像话了 一会儿 我一定要跟老二好好说说 让她管管自家孩子 别总和她小姑抢东西 她小姑身体不好 不知道啊 曹大嫂听她这话 狠狠地翻了个白眼 要说十八年前 她那小屋子刚生下来的时候 是早产 确实是人体不好 可全家供了十八年 长到大 在这全村人都吃糠 呵兮的年紧 她家小姑子 能一天一个鸡蛋 缺谁的都没去到她的 更何况 没看见刚才她小姑子 那么轻轻一推 就把人家赵芝青 直接推到水当尖了吗 就这还叫身体不好 那他们这种普通女人 都能叫黄土埋伯梗了 气不过自家男人 总是向着别的女人 曹大嫂干脆也不在理曹大哥 直接背对着曹大哥 躺在炕上 不理着胳膊肘 往外拐的男人了 还是多躺一会儿 睡一会儿 省省心吧 也不那么 和他们老曹家的男人接触 那可真是费劲 曹大哥完全不理会 曹大嫂的冷漠 一个人躺在炕上 望着棚顶嘟囊囊 哎 你说咱家怎么就不能 好好过日子呢 二鸭都多大了 还和他小姑姑抢吃的 太不长进了 等一会儿 你和大壮 三壮 还有大鸭说一声 叫他们绝对不能 管他们小姑要东西 让他们有点出息 听到了吗 曹大嫂翻了个白眼 心道 我听到了个屁 人家都是小子当的宝 就你们老曹家 把闺女当宝 老太太也是 放着大孙子不惧宠 偏偏宠一个便宜丫头 这以后嫁出去了 不就全都没了 真是想不开 知道真实想法 说出来可能会挨揍 嘴上痛快地答应道 行 行 行 先睡吧 下午吃完饭了回去说 曹静静不知道 因为自己的半块饼干 差点让曹大哥两口子干起来 他被二鸭带到了山脚下 放眼望去 各色各样的树 全都和裸奔一样 树上一片叶子都没有 连树皮这少一块 那少一块 看起来和鬼屋主题的假树似的 曹静静 这些树 是闹了什么大规模的皮肤病 怎么惨成这样啊 作者有话说 第十章 小孩子不听话 就是欠揍 纳闷地问二鸭 这树怎么了 二鸭一边向前走 头上的两个啾啾 甩牙甩牙的 头都没回 一副习以为常的样子 漫不经心地道 是被村里人吃的 那些树叶回去煮一煮 半一半放在粥里 也挺好吃的 起码能扛一扛饿 不过乃说 有人吃那些叶子吃死过人 所以咱家没吃过 咱家条件还不错 所以没到那个地步 他们条件不好的 有些连树皮都扒下来 放在水里煮一煮 就直接吃了 不过老宋家宋老捏 吃了树皮以后 人直接就过去了 村里的大夫说 是那东西不消化 把胃称坏了 话落 二鸭很不放心地 看了一眼曹静静 有些窃窃地说 小姑 我带你来山上 你可别乱吃东西啊 要是回去以后吃坏了肚子 乃何我爹能打死我 曹静静 原主到底有多不靠谱 能叫一个五岁的孩子 主妇不要随便乱吃东西 还是他曹静静 看起来就那么不靠谱 皮笑肉不笑地上前两步 揉了揉小鸭头的脑袋 语气有些不满得到 我没那么不靠谱 结果摸了一手的油 曹静静当作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默默地把手上的油 全都抹到了二鸭身上 再静静地收回了手 看透一切的二鸭 这年头 大家都隔几天才洗衣回头 他小姑不也一样吗 用得着这么嫌弃他吗 曹静静无视二鸭那控诉的眼神 挥了挥手打发他道 你先回去吧 我自己在山这转一转 稍晚一些自己回去 这外山上一看 自保肯定没问题 但带个小拖油瓶 就不一定了 更何况 他要怎么和小拖油瓶解释 他平平无奇的小姑姑 一下子变得像他这样 能打又出色 曹二鸭不知道 自家换了性子的小姑 想法到底有多表怜 他坚决拒绝道 不行 小姑 你一个人上山太危险了 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去 不然 我乃和我爹会打死我的 曹静静觉得 这小丫头的 不然我乃和我爹会打死我的 这句口头禅 出现的频率有点高 孤子俩来来回回扯皮半天 小姑娘就是坚决不肯走 要么就一起回去 要么就谁都别回去 曹静静即便知道 小丫头是好意 可他脾气向来娇纵 本来就不是个有耐心烦的人 时间一长 也就没什么耐心了 谁都不能阻止他 改变自己饿肚子现况的决心 真把他恶狠了 他说不定什么事 都能干得出来 有些不耐烦的道 你先回去吧 你要是现在不回去 不用等你乃和你爹打死你 我现在就打死你 说着 还伸出手笔划了一下子 曹尔压自家人知道自家人 当然知道 自家小姑力气有多大 看着小姑想动手 小脸刷一下就白了 那可是一巴掌 能拍碎一盘大石魔墩子的人 就他这小身板 被他小姑拍一下 晚上还不得直接当肉现下锅里 小姑以前脾气虽然差了点 可是从来不动手呀 难道真像他娘说的 小姑因为大队长抛弃他 直接气疯了 哆哆嗦嗦的惊叫道 小姑 我现在就回去 被他小姑打一下 现在就得死 回去在他奶和他爹那 哪怕是留不下一命 也能多活一会儿啊 小姑娘想好了 跑得那叫一个快 一六一二 就消失在了曹静静眼前 曹静静是个躲丧尸的好苗子 没了脱油瓶 他转身就进了山里 第十一章 会爬山壁的羊 曹静静静静到山里 第一时间找了一大片空地 检查自己的异能 他是末世里 唯一一个九阶火系异能者 挥一挥手 便可毁灭一个城市 要不是他实力高强 也不会惹得有思考能力的丧尸王 宁可和他同归于静 也不让他活下去 运起自己体内的火系异能 曹静静想着 好好控制自己的力道 千万别一把火灰出来 烧了整座山 只放出了百分之一的异能 结果 就看见自己指尖 突然和仙女棒一样 标的一下 冒出来一点点火星 一闪即逝 曹静静 他突然有个不太好的预感 自己的异能 现在大概不太行 提起体内所有的火系异能 照着空地上猛的一挥 结果却发现 只有拳头大的火球 被他扔了出来 曹静静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 原本挥一挥手 就能挥出大片火焰的人 现在用尽全力 却只能弄出拳头大的火焰 这让一直站在 实力顶峰的曹静静 极度没有安全感 觉得总有人想害他 而且 他现在属于一碰 就会死的那种脆皮 说不定下一刻 他就会暴毙在这个世界上 要不是空间里的东西没丢 他跑到 这缺一少时的六十年代 估计能把自己直接逼疯 想到这里 曹静静才反应过来 他现在已经不是在丧尸横行 短时间内靠着原主这副大力气 外加自己的战斗本能 要是没有意外的话 应该也能在这破臀子里横着走了 可谁能保证 这世界上没有其他他这样的人 或者是一些有奇怪能力的人 曹静静经过末世以后 向来知道 这世界上 没有什么比自己的实力和命更重要 还好他空间里有金河 看来 他只能在短期之内 尽快把异能等级提升上去了 咕噜噜 曹静静站在原地思索间 肚子却丝毫不给面子的叫了起来 有些糟心的揉了揉肚子 从空间里拿出一个肉松面包 一边吃 一边往山里 更深处兴趣 要是他用自己的身体穿过来 随便找个林子一窝 也能靠着空间里的东西 在自己恢复酒节异能之前 把自己喂的饱饱的 可现在 他穿成了别人家的女儿 受了人家的恩惠 这莫名其妙的就跑了 也不是那么回事 更何况 人都是群居性的动物 在一个地方窝个十年八年 不和人说话 这人估计也就废了 可以的话 他还是不想一个人待着 为了让自己活得轻松舒适 曹静静觉得 应该尽快提高自己的生存质量 包括整个曹家的 这让曹静静很新奇 忽然有一种 自己也要养家糊口的感觉了呢 想到这里 他心情突然变得很好 决定今天一定要弄些吃的回去 起码晚上得吃上肉才行 闲庭信步般的 在外山里逛了一圈 却连只野鸡 野兔都没发现 估计村里人饿得很了 这外圈 要是有什么 早被他们抓走 应该也没剩下什么动物了 他往生里走了好远 基本上可以确定 应该走到较深的山里 不是因为他方向感好 而是因为树上的叶子 明显增多 一看就是 平时很少有人往这来 哒哒哒 不知从哪边传来几声轻响 曹静静微微动了动耳朵 听到附近 好像有类似马蹄子 在地上走动的声音 他仔细听了听 大概是从左方不远处的 小森林里传出来的 现在他没有灰一灰 就能烧遍整个林子 直接把动物变成 曹静静的身法 自然是极好 一路猫着腰 点着脚 几乎没发出声音 就来到了声音的方向 不远处 一只黄色的羊 正在低头吃草 曹静静不知道 那是什么品种的羊 只知道末世之前 羊都没有毒 肯定能吃 他小心翼翼地靠近羊 一直摸到离羊 十多米远的距离 羊都没发现他的踪迹 就在曹静静觉得 自己可以轻而易举 抓到这只羊 回家炖汤的时候 那只羊的斜前方不远处 突然嗖 被一下 窜出一道黑影 一闪而过 消失在曹静静的视野里 这倒不打紧 那只黑影 本来就不是曹静静的目标 可是 作为曹静静目标的那只羊 顿时就吓傻了 疯了一般呼呼地往前跑 站在羊后方 准备突袭的曹静静 曹 猎物跑了 没办法就只能去追 好在原身体力本来就不错 曹静静一路狂奔 追着在羊后头 倒是没被羊跃落越远 一人一羊 在山里能跑了有四十多分钟 曹静静眼瞅着自己 和那只羊的距离越来越近 而前方就是一面 几乎与地面呈九十度角的陡峭山壁 他心中暗暗惊喜 只要他把羊堵在脚上 那这只羊 今天晚上就是烤羊排 羊肉汤 手把羊肉 水煮羊肉片 五米 四米 三米 一人一羊 离山壁越来越近 就在曹静静觉得 这只羊 已经唾手可得的时候 那只黄色的羊 蹭一下 跳上了几乎与地面呈九十度的石壁上 顺着石壁上的石头凸起 那只羊轻车熟路的 就往石壁顶爬了上去 站在石壁下 看傻了的曹静静 等等 这只羊怎么会爬石壁 难道是什么奇怪的品种 作者有话说 颜羊都特别厉害 立着的石壁说上去 就能上去 看着就吓人 第十二章 陆域逃命者 眼瞅着那只羊 蹭蹭蹭几下 就爬了十多米高的石壁 曹静静面无表情地站在石壁底下 心里基本已经确定 今晚上的全羊宴 估计是泡汤了 他向来不是个纠结的人 山里面又不是就这一只羊 抓不到他 他还可以去抓别的动物 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对石壁上的羊挥了挥手 也不管人家能不能听得懂 喊了一声 助你爬到山顶以后 碰到大灰狼 之后转身就走 那终究是他得不到的羊 郁郁葱葱的树林 四面八方都长得差不多 曹静静刚才是一路追着羊跑过来的 现在早就分不清 哪边是哪边 只能随便找了一个方向走 走了大约半个多小时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曹静静猜测 大约再过两三个小时 天就会彻底黑了 若是再过个一个多小时 还找不到猎物 他差不多就该回家了 园主只是力气大 并不是个骁勇善战的主 回去晚了 他那心上人的老母亲 肯定得担心死 都说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 曹静静又往前走了没一会儿 就听见身后传来突突突的沉重喘息声 他只感觉后背一凉 无数次与丧尸殊死搏斗的惊艳 顿时让他意识到危险的来临 曹静静就地一滚 精准地躲开了身后庞然大物的袭击 一头目测四千五百斤的野猪 从他刚才所站的地方急驰而过 一个没杀住车 直接将前方一棵一人环抱粗的大树 撞得拦腰截断 哼一声 青岛的大树砸在地上 树叶洋洒洒四处飘散 震起一片片尘土飞扬 可见这只野猪 刚才攻击曹静静时的力度之大 若是他没躲开 以他现在的身体强度 必死无疑 曹静静没等野猪再次攻击 而是自己迎难而上 野猪见一个小小的两脚兽 居然敢正面挑衅自己 顿时心下大怒 右前提在地上跑了两下蓄力 低下脑袋拱起獠牙 像推土机一样 产向曹静静 他块头太大 跑步的时候 仿若地面都产生了轰轰轰的震动 曹静静丝毫不拒 在与野猪距离四五米的时候 突然一个蓄力 腾空跃起 在天上翻了一个跟头 单手扶住野猪的鼻梁 另一只手狠狠地打向野猪的头盖骨 咔嚓 一声骨骼断裂的清脆响声 野猪双眼暴突赤红 口中鲜血喷涌 斜斜地摔倒在地上 浑身抽出了几下 便失去了声息 将近五百斤的大野猪 居然被曹静静一拳打死 曹静静没敢貌貌然地 走到野猪头部附近 而是从他后腿处 绕到他的后背一方 对着野猪的脊柱 抬脚就是狠狠一串 咔嚓 一声脆响 野猪身形彻底扭曲 曹静静这么做 不是因为他有虐尸倾向 而是因为一些野生动物 擅长驱离避害 为了求生 都有装死的本能 他怕他 要是不给这只野猪捕上一刀 就貌貌然地去搬野猪回家 野猪若是装死 来一个原地诈尸 野猪是他家亲儿子 心中想的却是 烤五花肉 红烧肉 酱肘子 猪蹄汤 看来都可以安排上了 乐呵呵地拽着野猪牙 为了不出现放进空间 回家途中碰见人 导致这只野猪 没法拿出来的情况 他便拖着四五百斤的野猪 开开心心地往回走 野猪在地上摩擦 留下长长的脱痕 好像是谁在地上 开啃出一道沟一样 他记得进到林子里时 是从树叶溪的方向 往树叶浓密的方向走 回去的时候 反向为之 便不会有错 拽着自家野猪走了一段距离 便听见一阵嘈杂之声 曹静静眼神好 寻声望去 便见两个穿着破衣烂衫 浑身是血的男人 疯了一样向他跑来 不时的 还要惊恐地回头看两下 那两个人身上 大概是被什么野猪抓伤了 一道道深可见骨的血痕 还在滴答滴答地淌血 一看就是在逃命 不然受了这么重的伤 肯定跑不要这么快 那两人离曹静静静了 自然也看到了曹静静 满面惊恐地 对曹静静大喊 快跑 有狼 快别在这待着 赶紧往回跑 叫人来救人 随后在看见曹静静 拖着的那头大野猪时 眼睛里有一闪而过的贪婪 可到底觉得命更重要 并没有停下脚步 也不管曹静静跑没跑 从他身边擦身而过 飞速向山下跑去 不远处有野兽 哦哦 愤怒的叫声 曹静静猜测 那大概是狼 不仅仅是狼 听着那此起彼伏的叫声 那里的应该是狼群 这便让他更加疑惑 既然有狼群 这两个人 只是长了两条腿的普通人 怎么可能在狼群的眼皮子底下 平平安安地跑出来 狼还没有追上他们 难道那些狼 碰到了其他的野兽 打起来了 曹静静看了眼 自己手里的野猪 抬脚往野猪大牙上一踩 咔嚓 一声 野猪大牙 就被他一脚踹断了 他拎起大牙 在野猪身边 像行径给死尸画圈一样 给野猪尸体边上画了个圈 又在圈里写上有主 误拿 刚才那两人眼中的贪婪 他不是没看见 别一会儿 那俩人反应过味来 反回来再把他的野猪偷走 到时候 他上哪说理去 给野猪画完精光圈的曹静静 寻着声音的方向走去 决定去看看热闹 要真实欲望相争 他这鱼翁 还能捞点肉吃 光吃猪肉 实在是太单调了 第十三章 大阳村女武松 曹静静如刚才一样 拱着身子 踮起脚尖 轻轻地向声音的方向走去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看到狼群时的景象 和他想象的完全不同 确实有东西与狼群缠斗 才阻止了狼群 向那两个人的追逐 不过 阻止狼群的不是什么野兽 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与狼群缠斗的那人 身高起码有一米八 身形修长 穿着白背心 迷彩裤 与狼搏斗中 浑身气势凛然 与整个村子里的人化风 格格不入 即便满脸是血 也不难看出 他英俊的五官 战圈内 已经有三匹狼倒在地上 生死不知 男人面容冷肃 单手拿着匕首 身形矫健的躲闪 攻击和剩下的七匹狼 殊死搏斗 曹静静看 这人身上的气质 不出意外 应该是个军人 生在末世的人 都对镜中指手的军人 有着一股莫名的敬畏之心 曹静静也一样 还在看热闹的他 想都没想 煞时间决定出手帮忙 拎着自己那根 差不多一米长的野猪大牙 一个剑步就冲了上去 二话不说 拿着野猪牙 直接刺穿一匹 跳跃到半空 准备向男人身上 扑的大灰狼 曹静静拿的野猪牙性上穿 大灰狼自由落体 向下降 二者力度互相作用 扑吃一声 野猪牙当即将大灰狼 穿成了串串 准备好给偷袭狼 来一刀的江绍华 被突然窜出来的黑影 吓了一跳 差点没直接 给曹静静一刀 看见虎虎生风 已经开始打狼的小姑娘 江绍华心里一阵无语 他要是没记错的话 这小姑娘 应该是曹家的那个 每天跟在魏明朗身后跑 特别爱哭唧唧的小姑娘 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暴力 不过现在 也不是说话的时候 见小姑娘 应该能对付这些狼 对着曹静静到了一声 谢谢 便二话不说 再次加入战局 继续跟其他的狼搏斗 两人身手都挤好 没一会儿功夫 就各自又打死一只狼 可是越打 江绍华心里就越心惊 他是受过特殊训练的 特种军人 即便受伤退役 能打死这种普通的狼 也并不稀奇 可这小姑娘 看着瘦瘦小小的 怎么也有这么好的身手 而且出现在这种 穷乡僻壤的地方 叫他不得不心惊 难道是别的国家 渗透到组织内部的特务 可若是特务 又为什么要救他 莫非是想和他套近乎 转而得到组织的情报 可有哪个特务 能缺心眼道 这么堂而皇之的 暴露自己身份 还用这么明显的方式 是不是有些太傻了些 江绍华觉得 这事有一点 可人家毕竟过来救他一命 最终 还是决定 暂且敌不动我不动 如果真有什么事 他再向上级汇报 二人一顿猛打 转眼间就杀死了六匹狼 只剩下最后一匹狼 见识不好 转头就想跑 江绍华浑身戒备的 站在原地 并不想去追 他本来就是富商退役 这山里的野兽众多 他要是追上去 说不定就得 把命交代在这里 可曹晶晶不这么想啊 刚才那匹狼 还要咬他呢 怎么能就这么 放那匹狼跑 一个箭步就冲了上去 双手拿着大獠牙 跳起来就往狼身上蹦 那架势和野人 也没啥太大区别 江绍华见到 这姑娘这么猛 顿时一惊 出声阻止道 别追了 这座山后面 还有九座山 里面的野兽 更加凶猛 跑进去太尾 一个险子还没说出来 江绍华就看见 曹晶晶手里 那根大獠牙 狠狠地插进了狼的脊柱 扑斥一声 那狼连抽都没抽抽 就直接瘫倒在地 生死不知 江绍华 这实乃大洋村女武松 从来没见过 这么猛的姑娘 第十四章 玉狼群 曹晶晶并不知道 眼前这位不知名的兄台 已经给他起了一个 那么富有诗书的外号 他把獠牙从狼身上抽出来 习惯性地用力一甩 回头看向江绍华 淡淡地问 兵哥哥 你没事吧 现在天色已暗 光线昏暗地 让江绍华 看不太清少女的表情 但也能看出 这是个极美的姑娘 少女拿着一根獠牙 英姿飒爽地 站在死去的狼王身旁 显得巾帼不让须眉 和之前他听说过的 那些不好的传闻 完全不一样 江绍华微微皱眉 凭直觉而言 他不觉得 这样一个看起来 如此坦荡的姑娘 会是个坏人 不过 出于警惕性 实事求是的道 你浑身的气质 一看就是当兵的吧 你看看 村里那帮下地里 干活干得多的人 全都一个个的 勾勾巴巴的 基本没有几个 不弯腰驼背的人 难道这差别还不大吗 曹静静不知道 这人为什么 莫名其妙地 开始警惕他 刚刚分明是他救了这人 真是端起碗来吃饭 放下碗来骂娘 要不是看他是个当兵的 他还未必救他呢 不愿意和他多废话 指了指眼前的一堆狼 谁打得归谁 没问题吧 江绍华摇摇头 察觉到小姑娘 对他的不满 与其放缓道 我拿一只就行 建议你也别拿太多 我们这毕竟是 挖墙角的行为 不太好 其余地交给大队处置 我相信 大队也会拿出 一两只狼 给我们做奖励 毕竟这些狼 是靠我们拼命得到的 江绍华觉得 自己说到这份上 已经很过分了 就算他们想多拿 人家也不会给 平时他绝对不会 和人说的这么直白 这个年代比较特殊 所有的东西 都是公家的 无论是山上的草 水里的鱼 只要是长在国内 那就都是属于大家的 而不是你一个人的 你擅自偷拿 便是挖墙角行为 要被拉去劈的 曹静静听到 自己打的东西 要被分出去大半 当然不乐意 就算在末世 出去搜刮完物资 回基地 基地即便耗羊毛 也只耗30% 这他打了四头狼 自己却只能留一头 换算一下 不就是村子里 一下扣下75%吗 狼都收走了 他的大野猪 还能保住吗 基地让他们搅睡 起码还保护他们了呢 村子里什么力都没出 就要分出去一大半 想啥好事呢 拉下脸 直接了当的道 不给 东西是我打到的 就是我的 凭什么分给别人 我也不要你那份 到时候 我只拿我自己的就好了 江少华摇摇头 觉得这小姑娘 有些异想天开 村子里现在闹饥谎 家家户户都吃不起饭 一看见他们打了这么多狼 能救他们的命 会放过他们才奇怪 这要是他们不给出一些肉 堵上他们的嘴 说不定 他俩明天就得被拉出去屁 不过 他和这小姑娘也不熟 倒是没多劝 只知道 要是你有能力 能把东西留下 东西自然就是你的 曹静静觉得 好像有什么事情 他并不知道 不过 他当然能留得下东西 不然 来到这个世界之前 他那二十多年 即便在丧尸王旁边 也赶上去比划比划 村里人说白了 也就是几个普通人 还能把他怎么着 他偏不给 两人还想再说什么 他就听到远处传来一阵阵高声的呼喊声 听着像好多人一起在呼喊 曹静静 江绍华 你们在哪 第十五章 极凭老妈战斗力报表 江绍华之前 一人对付十匹狼 已经筋疲力竭 身上受伤也比较严重 听到有人救援 立刻高声道 我们在这 曹静静也擦了擦脸上的血 伸手把自己那四匹狼全都拉到一堆 尽量让人看起来 他们是一起的 江绍华 这姑娘到底是多怕别人和他抢这狼 村里人听到他们的声音 快速地跑了过来 为首的就是王大花 他看到自家闺女满身满脸的血 顿时吓得眼泪就飙了出来 用自己平生最快的速度奔向曹静静 一个虎扑就窜到曹静静身边 双手在他身上不停地摸索 声音颤抖的高声道 妖妈 娘的妖妈啊 你哪里受伤了 快让娘看看 娘现在就带你去找大夫 曹静静突然被抱住 有些别扭 差点没条件反射地把人给扔出去 可看到老太太那么着急 连忙拍拍她的被安抚 娘 我没事 这血不是我的 全是狼的 说着 为了转移王大花的注意力 她伸手指了指旁边那四匹狼 娘 你看 那都是我打的 厉害吧 今晚上咱家有肉吃了 几个小的 也不用挨饿了 那几个孩子 一个个瘦的 和行走的骷髅兵一样 有了这些吃的 也能胖起来一点 省着看着那么吓人 王大花一听自家闺女没受伤 一直提着的那颗心总算放了下来 这才有功夫擦了把眼泪 看向旁边那一坨狼堆 眼中顿时闪过一丝惊讶 她知道他们家的妖门力气大 可也没想到 力气能这么大 有些不敢置信地问道 这四匹狼拳都是你打死的 曹靖劲点点头 对 都是我打死的 说着 她指了指旁边的江绍华 不信娘可以问她 对了 娘 他们不会抢咱家的狼吧 经过今天上午的事 她这便姨娘的性子 她也算了解了一二 这绝对不是一个 现在估计谁都抢不走她的全狼宴 众人听到曹靖靖一个小姑娘说 自己打死了那么多狼 起先都不相信 只以为这些狼是江绍华打死的 毕竟江绍华虽然是退伍军人 但也曾经是军人 那是练过的 她打死这些狼 可比一个长得瘦瘦小小的小姑娘 打死这么多狼 靠谱多了 纷纷窃窃私语 有的还向江绍华求证 得到江绍华的肯定以后 众人一片哗然 那么小的一个小姑娘 居然能打死好几匹狼 这可真厉害啊 这灾年间 家里有个这么会打猎的姑娘 老曹家运气可是太好了 王大花一听曹靖靖这话 心里面已经信了七七八八 毕竟她家姑娘力气大 以前没上山打过猎 所以会不会打猎 没有人知道 现在一上山 可不就体现出大力气的好处了吗 王大花心里一阵感动 她家妖门果然是最贴心的 都到这种时候了 想的还是家里那些小的 肯定是心疼小的们挨饿 想给小的们打牙计 这才偷偷地上了山 怕她担心 都没敢跟她说 这才险些把命都陪在山上了 要是她真的出点什么事 她死了以后 怎么面对孩子她爹 再一听众人的窃窃私语 立刻面色一素 冷声道 我看他们谁敢抢咱们家的东西 那可是我闺女用命换来的 谁要是敢跟我闺女抢 我就跟她拼命 听她这么说 原本跟来的村民们 脸色都变得很难看 他们刚才看到地上的一堆狼 差点没笑抽过去 这年头 家里连卖夫子都快吃不起了 哪里来的肉 这现在看见满地的肉 那都不是肉 那都是救命的粮食 现在说不给他们 他们怎么能干 一个长得黑状的男人 立刻就上前反驳道 王大娘 话可不是这么说的 这山是公家的山 这东西 也都是公家的东西 这弄下来的吃的 大家分理所当然的 你们家可不能独吞 他们这都从去年开始 就没吃过一顿饱饭 这些肉 绝对不能让他们老曹家独吞 他这么说话 王大花顿时就不乐意了 脸上的表情一虎 怒气冲冲地指着他道 骑狗子 你这话 我就不爱听了 什么叫这些东西 都是公家的 打下来得分给大家 平时这些狼在山上 你们谁都不去打 结果现在 我闺女用命打来了 你就想占我闺女的便宜 这世上 哪有那么好的事 你一个大老爷们的 上嘴皮子下嘴皮子一贴 就想空手套我们家的狼 你脸咋那么大呢 还都是公家的 归大家 照你这意思 我们打下来这些狼 以后都不能动 全都得开证明去首都 送到主席跟前 让主席他老人家分呗 少在我面前给我扣这高帽子 我告诉你 老娘吃的盐 比你吃的饭还多 就你那花花心盐子 老娘根本就不吃 也别想往我们家妖门身上用 今天我把花放在这 这狼是我们家妖门打的 那就是我们家妖门的 这山里还有的是狼 你们谁想抓狼 谁自己去打 我们老曹家 也不去分你的东西 一个个的大老爷们 身上有一把子力气 还竟想占一个 十多岁小姑娘的便宜 丢不丢人啊 你们 我都替你们骚得慌 王大花 不愧是整个村子里 最令人闻风丧胆的老太太 一顿抢白 喷得骑狗子面红耳赤 心里不甘心 却也知道吵不过她 要是真的上手抢 人家曹家的姑娘 能一个人打死四匹狼 那打死个把个他们 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啊 第十六章 分狼 村长李丽萍 见两方马上要吵起来了 连忙上前霍西尼 王婶子 这些狼 确实是孩子 打得不容易 我们大家都感念她的好 可是 这山确实是公家的 这曹家小闺女打了狼以后 不分给其他人家 这也说不过去啊 毕竟是公共财产嘛 要是真一点都不分 这以后对你家小闺女的名声 也不好 不是吗 王婶子 您说是不是 王大花翻了个白眼 这年头人都活不起了 谁还注重名声 再说了 虽然她自己觉得 自家孩子哪哪都好 可她心里也清楚得很 之前自家妖门 和魏明朗那个白眼狼 纠缠那么长时间 哪还有名声在呢 她家妖门 要是想找一门好亲事 要么就是自家兄弟有能耐 给自家妖门当后盾 找个坠婿 要么就是 她家特别有钱 能给妖门足够的 嫁妆压箱底 无论到谁家 都不会让人看低了去 现在给别人分战利品 得到那么一丁点的名声 什么用都没有 说不定那些人还会觉得 妖门打的就是公家财产 分给他们是理所应当 到时候 东西没得到 名声也没有 陪了夫人又折兵的事 他们家可不干 狠狠地翻了一个白眼 毫不客气地对村长 李村长 话不是这么说 这灾年刚开始的时候 谁家没去山里打过山鸡 野兔的 这也没看到 别人家分 我们一丁点 怎么一到我们家妖门 打到猎物了 就得分给别人了呢 村长 你可不能因为我们家孩子 他爹死的走 就欺负我们孤儿寡母啊 我这都黄土埋半截了 指不定哪天两脚一蹬 就彻底没了 我这活着的时候 你们都这样欺负妖门 我要是死了 还不得欺负死 我们家这几个小的啊 村长 你做人可不能这么敢 你身为一村之长 可得处事公平 村长就说了一句话 就被王大华突突突 和机关枪式的一顿喷 对得脑袋瓜子 都开始躺冷汗了 要不说 他不愿意和曹家 这些人纠缠吗 一个个虎脚蛮缠 推不讲理 大帽子一顶 接一顶的扣 明明是他们家挖墙脚 现在倒变成 他处事不公了 不想正面对上 这个虎脚蛮缠的老太太 村长直接看向江少华 他一脸和蔼的道 少华呀 这事儿你怎么看 你可是子弟兵出身 上面的政策你都懂 要不你给王沈子讲讲 少华这孩子 是他们看着长大的 从小就有大人样 有责任感又正直 还当过兵 村里人除了说 这人太实诚以外 没有说他不好的 村长一点都不觉得 江少华会说出 什么不正确的方针 突然被提问的江少华 您老人家自己 不想对上曹家老太太 也别往他这甩锅啊 满村子里 谁不知道曹家人不能惹 刚才那小姑娘 护食的样子 他也看见了 他敢保证 要是现在他站在村长这一边 那小姑娘能直接上来 把他撕 江少华不傻 这种锅他自然不能背 他想了想 针瓷着钩的道 山里打下来的东西 自然是属于公家的 村长和村民们 一听他这么说 脸色立刻就放松了下来 这年头 宝家卫国的军人 在人民群众心里 地位和神也没什么区别 即便是退伍兵 那也是曾经上过神坛的退役兵 说话自然有幸福力 村长他们立刻就放心了 可这边放心了 王大花的脸色 一下就沉下来了 曹静静的目光 也悠悠地看向了江少华 考虑着怎么收拾 这个食言而肥的男人 刚才明明说得好好的 他不管他拿多少 现在居然敢帮着村里人 抠他的口粮 说话不算数的人 就是欠揍 打一顿就好了 江少华被曹静静 盯得头皮发麻 他以前去边境 执行任务的时候 即便遇到穷凶极恶的匪徒 也没让他感觉 这般的神经紧绷 这女人到底什么来临 江少华心里有些提心吊胆 口中却很镇定的道 不过一般情况下而言 东西上缴之后 国家会给予一定的补偿 或者是一定的奖赏 这就取决于贡献的大小 组织如何分配 并没有固定的章程 意思很明显 东西确实是公家的东西 可东西上缴上去 也不可能白上缴 你得给人补偿 或者是干脆给人分东西 要不个谁谁都不干 村长想了想 觉得江少华 不愧是上过学的人 说起话来都这么有道理 虽然没有达到想要的结果 到底给了他台阶下 那这样 既然这里一共十只狼 都是绍华和曹家小闺女打的 那就你们两个一人一只 其他的龟公家 你们看怎么样 江少华倒是无所谓 他最初的目的 也就是要一匹狼 乖乖点头答应了 可是王大花怎么能干 冷着脸道 不行 我不同意 还是那句话 凭什么之前 那些人打的猎物不分给我们 我们打的猎物 就得分给他们 你要是真想让我们 把这猎物分出来 也不是不行 当年都谁上山打猎了 我可是记着呢 你让他们之前在山上 打到猎物的人 都给我们家分一份 要不然 这事没商量 村长一个头两个大 和王大花商量了好半天 好说歹说 村里的人和他一起上山 救他家小闺女呢 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 而且 现在天气太热 狼留不住 王大花留着那么多只狼也没用 都得吃坏了 村里也不白拿他的狼 直接用公分 跟他换狼肉 按猪肉的嫁给 王大花不情不愿 纠结了好半天 才搭拉着一张脸答应下来 第十七章 赵软软未婚夫 既然给了曹家公分 他们自然不好 不给江绍华 原本除了一匹狼 对其他狼 并没抱什么希望的江绍华 多少有些意外 今天如果是他一个人 除了能分点能狼肉以外 估计什么都分不到 只能落得几天的好名声 一直和寡母生活在一起 在村子里 几乎得不到什么优待的江绍华 突然就觉得 家里有几个难缠的人 似乎也挺好 起码不会受别人欺负 村长见江绍华一身的伤 有些责备的说 你这好好的 怎么往这么深的山里走了呢 你看这多危险啊 你娘年纪都那么大了 你要是真出点什么事 可叫她怎么办 年轻人就是冲动 山上这些小动物 只要大家不弄出大动静 偷着打点 谁都不会说什么 毕竟大家都是这么干的 可要打山里的猎物 也得量力而行 像这次走到深山里 碰到这么多狼 多危险啊 江绍华有些不好意思的道 软软说 知青点没有吃的 我就想着弄点野物 给他打打牙计 虽然知道这么做不好 可我见不得他哭 到山上以后 就碰见秦柱子和葛二牛 让狼群围困 我就过来出手帮忙 不过我一个人 对付不了那么多狼 还好有曹家妹子帮忙 不然 我怕是要折在山上 江绍华这句话说完 所有人都沉默了 看见同村人被狼围困上去帮忙 结果同村人跑了 把他一个人扔到狼堆里 这事儿怎么想 怎么是村里的秦柱子 和葛二牛不地道 人家救他俩 他俩恩将仇报 把人扔下了 还好让力气其大的曹家小闺女碰见了 不然这小子 估计是不可能全须全伪的 等到大伙来 再一想起来 江绍华提起他那未婚妻赵软软 看向他的眼神 也变得有些怜悯 赵软软和魏明朗的事儿 经过今天上午 曹家小闺女这么一闹 村里人都知道怎么回事儿了 原本大家还觉得赵之清挺好的 可现在 大家对他多少都有了点意见 赵之清是奔着未婚夫江绍华 想在下乡的时候少受些苦 才来到他们大洋村 结果来了没多久 就和魏明朗来了这么一出 虽然现在为止 大家还没看到他俩钻过包米地 柴火垛 可看那俩人的样子 估计离在一起也不远了 估计江绍华因为上山打猎 还不知道自己未婚妻掉进河里 魏明朗就上来的是吧 那可是肌肤之亲 要说全村人最笑话的 就是曹静静 这让自己未婚夫抛弃 还死缠烂打的人 那最同情的 就是江绍华无疑了 没别的原因 前者是胡搅蛮缠 在家里又好吃懒做 民生本来就不怎么好 大家也乐得看热闹 后者这个 实在是因为人太适成了 还有责任感 是十里八村好小伙的代表 大家都为他而惋惜 也为他觉得不值得 村长拍了拍江绍华的肩膀 意味深长的道 哎 你这孩子就是太适成 你那未婚妻现在怎么回事 大家都看得出苗头 找个时间 让你娘去把婚室退了吧 早晚的事 在村长看来 赵阮阮就是嫌弃江绍华退伍回来 不再是军人 不能吃军饷 以后 就是面朝黄土被朝天的普通农民了 这才想要找下家 甩了他 两人黄了是早晚的事 还不如现在他自己上门 把亲事退了 及时止损 江绍华听了村长这话 一脸严肃 这门亲事 是我姥姥和软软的奶奶定下的 在软软犯下错误之前 我就有责任保护他 他现在正是从城市到村子里不适应的时候 我不可能这个时候抛弃他 村长看到这个面容坚毅的好小伙 心中一阵感叹 多好的小伙子 怎么就让赵之清给糟蹋了呢 门女嫁给他 一直跟在后面悄悄偷听的曹静静 听到二人的对话 很快就离出了来龙去脉 感情这江绍华是赵软软的未婚夫 这事可真乐呵 他俩分别作为被出轨对象 好像还算挺有缘分 魏明朗和赵软软那对狗男女 一个有未婚夫 一个有未婚妻 到底是怎么凑到一块去的 因为那是个特别年代 而且这江绍华是不是脑子不太好使 还是这时代的人都这么时尚 人家都虑你了 你还在这儿 又要对人负责 又不让人家受苦 不是脑子有坑 是什么 难道是这个时代 军人的特殊责任感 这世界上 怎么会有人这么喊 曹静静看向江绍华的目光 充满了同情 连带着对江绍华 刚才对他的态度差 都找到了莫名其妙的理由 该不会是这人太过深爱赵软软 凶自己 是为了保持距离 必闲吧 PS 男主不喜欢赵软软 他在狗他 第十八章 老太太的团宠是洗脑 江绍华被曹静静的眼神 盯得头皮发麻 总觉得这姑娘的眼神 落在人身上 好像有如实质一般 盯着你 九王死了一顺不顺的盯着你 恨不得能把人盯得窟窿 存在感受在太强 怎么想都怎么觉得 村里养不出来这种姑娘 但是看着他的所作所为 又不像是个反动分子 他以后还是应该多注意一些 省着惹出来什么麻烦 再连累到其他人 王大花听了江绍华和村长的对话 也觉得这小子是个好小子 人长得俊 又有责任感 就是可惜眼睛有点瞎 怎么就非得在赵软软 那颗歪脖子树上吊死呢 再一回头 就看见自家闺女那目光 直勾勾地盯着人家 看半天连眼睛都不眨 心里顿时有了别的心思 他家闺女 现在和魏家小子没关系了 以后肯定是要嫁人的 不出意外 江家小子和赵软软 肯定也成不了 而且江家这小子 家里没什么人 就一个老母亲 脾气还特别的软 要是他家妖妹儿嫁过去 还有自己和他哥哥们撑腰 肯定不会吃亏的 虽说江家小子 从部队受伤回来 以后就不能再吃公粮 只能留在乡下 可这人看着没啥问题 还能打死那么多头狼 估计伤的也不是很重 在乡下 也有在乡下的好 他还舍不得自家妖妹儿 往远了嫁呢 曹静静不知道转眼间 王大花就给他 安排好了以后的出路 他和王大花打了声招呼 众人分开绕了个弯 就把自己那头 只剩一只牙的野猪 也给拖了回去 村长看见那头大野猪 虽然眼热 但也没好说什么 刚才拿公分换狼 他已经惹得王大花不快了 现在他 要是再敢提要野猪 王大花就能让他 和野猪一起去了 一群村里人 只能眼巴巴地看着 那力大无穷的曹家小闺女 但是手把一只 四五百斤的大野猪 拖回家 上午回家的路上 曹静静一直和曹家人聊天 企图能知道 更多这个世界的东西 所以 在没有危险的情况下 没怎么注意旁边的景象 出去的时候 又跟着二鸭 直接往左走 没过多久 再一次回家 他强绷住脸上的表情 才没让自己 露出错愕的神情 可从内心上来讲 整个人都震惊了 曹家的宅子 是不是有点太 一世独立了些 向村内方向放远望去 最近的一家 离自家也得有好几百米 从家门口往 邻居家望 就能看见指甲盖 那么大一个小黑点 曹静静面无表情的问王大花 娘 咱家平时串门的时候 是不是都挺累挺的 别人家借个油盐酱醋的 喊一嗓子就行 他们家只喊破了嗓子 邻居家都未必能听见 王大花满不在乎的道 谁跟他们老孙家走动 一个个的矫情的狠 赶紧回家 给你做好吃的 说着像逃跑一样 往家里进 对着屋子里大声的喊道 老大 老二 老三 快出来 你妹子给你们 从山里打猎回来了 快过来帮忙 以前自家小闺女 一门心思扑在魏明朗身上 什么都不在乎 什么也不问 也就算了 现在小闺女突然问起来 自家的宅基地地点 他要怎么告诉小闺女 是因为别人家都不愿意 他家挨着人家盖房子 所以 当时孩子他爹一气之下 就要了一个离村子最远的宅基地 干脆以后 谁都不搭脸 估计因为刚才正郎的所有权 把村子里的人都得罪狠了 村里人把两匹狼 扔在曹家门口就走了 丝毫不带一丝留恋 江绍华提着自家的狼 不着痕迹地看了一眼 纠结自家房子和人群 实在太远的曹静静 也没多说别的 跟着村长他们一起走了 曹家几个人 听闻曹静静打猎回来了 都一脸惊奇地跑出来看 结果出来一看 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好家伙 小山那么大的野猪 旁边还躺着皮血忽辣的狼 就算是村里最厉害的猎狐司大爷 也没见到他 一次性打这么多猎物回来 他们家妖门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曹二哥一脸惊奇地 围着野猪和狼转了两圈 笑嘻嘻地看向自家妹妹 语气轻挑地道 行啊 妖门 一下能打到这么多猎物 以后哥可以天天出去 跟兄弟们吹自家妹子了 你到底是怎么打到的 有没有受伤 曹静静摇了摇头 他对他这二哥并不熟悉 但从他二哥这行为举止来看一看 就是个二流子 要是放在末世以前 曹静静看到这种人 说不定连丑都不会丑意 要是敢对着他 说些不三不四的 说不定他还会上手打人 可现在 曹二哥面对他这个妹妹 虽然语气轻挑 却没有别的意思 神情里 也是满满的担心与爱护 此时的曹静静 倒是不想拨了她的面子 开口解释道 没受伤 我本来只想打野猪 结果碰巧碰到的狼群 所以才弄回来这么多 一提到碰到狼群 王大花脸立刻就沉了下来 美好气得道 这事儿 还不是怪了那杀千刀的 秦大柱和葛二牛 明明是他们招惹到的狼群 人家江家的小子去救他们 他们却把人家江家小子 扔到狼群里 自己跑了 要不咱们家妖门 也不可能为了江家小子 碰到这么危险的狼群 说着 他伸手隔空点了点 曹家几个大大小小的人 这事儿归根结底 还带你们一个个不顶用 你妹妹心疼几个孩子 饿得不行了 这才上山去打练 险些把命丢了 能跟你们妹妹脱生在一家 命是你们前几辈子 修了多少的 才能有这种好事 你们一个个的 都得记着她的好 这么好的妹妹 上哪里去找 以后都记着 要好好对她好 知不知道 还有你们几个小的 你们小姑姑 对你们这么好 还要给她养老 懂不懂 第十九章 腹黑 六个瘦巴巴的孩子 连忙点头 不说别的 冲着这些肉 他们也能对 他们小姑姑好 大壮举起手 来你放心吧 我以后一定会 对我小姑姑特别好 和亲爹亲爸一样孝顺 二壮和大鸭 也连忙点头 异口同声的附和道 以后我们赚钱养小姑姑 给小姑姑养老 一边说 还一边看着大野猪 咽了咽口水 曹大哥见几个孩子 这么伤到 一脸满意的点点头 照顾你们小姑姑 不然爹就打断你们的腿 曹大嫂看见 自家三个孩子 这么没骨气 自家男人又完全不觉得 有点不对的样子 没好气地翻了个白眼 可是碍于吃人嘴短 他也说不出来 什么不好听的话 不过 对于下午的时候 小姑子光给二鸭饼干 没给别人的抱怨 也随之散了 半块饼干算什么 哪有肉好吃 二鸭三鸭 见哥哥姐姐们 都已经表态了 连忙也跟着点头 谢谢小姑给我们打野猪吃 以后长大了 我们赚钱 买肉给你吃 现在他们还小 什么都干不了 可等他们长大了 小姑姑就老了 隔壁村婶子家的刘二小 说小姑姑脾气那么不好 以后肯定嫁不出去 到时候 小姑姑嫁不出去也没关系 他们可以孝顺小姑姑 曹二哥见到自家俩闺女 这么上道 也很满意 摸了摸自家俩闺女的头 语气浮华地说 好闺女 记得以后 好好孝顺你们小姑姑 爹今晚上给你们做好吃的 珍珠脑子怎么样 又香又油还好吃 几个小的连忙点头 兴奋地大声叫唤道 好 曹二嫂也跟在旁边 疯狂地点头 表示赞同 她爱吃 但是不爱做 家里人做饭 基本上也不找她 坐着等别人给做饭吃 这事她乐意 王大花美好气地 瞪了二儿子一眼 这东西刚拿回来 你这边就把怎么做都想好了 也不问问你妹妹乐不乐意 曹二哥自小性格油滑 才不怕她这嘴硬心软的娘 像泥丘一样 溜到曹静静旁边 笑嘻嘻地道 妖妈 想吃啥跟哥说 哥让娘给你做 王大花对自己这个儿子的欠揍脾气 早就有了深深的了解 美好气地打了她一下 你自己做好人 就自己去做 让我去做是个什么事 曹二哥笑嘻嘻地道 看您老说的 我这不叫借花献佛吗 再说了 好不容易弄点肉 让我这个不会做饭的下厨 万一都做坏了 可怎么办 多败家呀 所有人都被她逗得哈哈大笑 三壮看了一眼自家小姑姑 又用眼 金嫂是大圈家里赞赏小姑姑的众人 没有说话 可现在气氛那么好 谁都没注意到她一个小豆丁 倒是也没有人责备她 曹家人欢欢喜喜地 把打来的猎物拿回家 全家人齐动手 收拾猎物 留下今天这一顿 把剩下的猎物熏成腊肉 留着以后慢慢吃 曹晶晶作为大功臣 自然是不用干这些杂货 曹三哥给他烧了一大桶水 把他撵去洗澡了 曹家一片其乐融融 江家却没有那么闲事 江少华已经让村里的老大夫 包扎完伤口 被自家老娘按在炕上 不让动弹 诸葛秀皮肤白皙 头发梳得齐齐整整 衣服即便洗得发白 也依旧干干净净 板板正正 通身有股大家闺秀的气质 和普通村里人的邋遢形象 过于淳朴的气质 完全不符 他一边用手帕擦着眼泪 一边心疼地 给儿子仔细擦身上的血 江少华有些手足无措 他当了十年的兵 即便在战场上血雨腥风 几次险些丧命 也没让他这么慌过 他小心翼翼地劝慰自己的娘 娘 你别哭了 儿子这不是没事吗 诸葛秀看向他的目光里 充满了哀伤 语气弱弱地道 都是娘不好 是娘害了你 娘自小体弱 护不住你 才让你受了这么多年的苦 现在想给喜欢的姑娘送点吃的 还要自己亲自上山遇险 要是当年 娘没有任性出走 江少华看自己娘 又要开始接自己伤疤 握住诸葛秀给自己擦脸的手 连忙劝慰道 娘 这事怎么能赖你呢 儿子都这么大了 自然是儿子保护娘 哪有让娘 现在还保护我的道理 而且奶奶当年不同意你们在一起 有后娘 就会有后爹 我跟着她 不会有好日子过的 至于说 她上山是为了给赵软软打牙剂 那就只是对外人说的 她最心疼的人是她娘 她都回来了 怎么还能让她娘挨饿 可是 她怕自己说是上山打猎给娘吃 到时候再不分给其他人 会影响她娘的名声 所以才会顶着赵软软的名声去 那人注定不是自己媳妇 名声好坏 关她什么事 而且 即便那女人 没有和卫明朗搞三搞四 她也会找机会把两人的婚约解除 那么 有心机的女人 不适合给她 这单纯又柔弱的娘蛋媳妇 嫁过来以后 还不把她娘吃的 连渣都不剩 可这话 她不能和她娘说 不然她娘肯定又会想东想西 觉得 是她牵连了她 诸葛秀想起今天村子里 魏明朗和赵软软 包括曹家小闺女的传闻 咬着唇 看向自家儿子的目光 变得欲言又止 第二十章 你准备和赵之清怎么办 诸葛秀一时不知道 到底应不应该 把赵软软那档子糟心事 和自家儿子说 未婚妻在外面 与其他人不亲不楚 太伤男人面子了 可是要是不说 她又怕自家儿子吃亏 这种事情 应该快刀斩乱娃 早断早清静 脱长了 对谁都不好 想了想咬咬牙 最终下定决心 还是决定 要和儿子说清楚 江绍华被自己母亲 那怜悯又坚毅的表情 给逗乐了 有些好笑地问道 娘你有什么事 第二就跟儿子直接说 你一手把我抚养长大 咱娘俩有什么不能说的呢 诸葛秀团了团 自己手里的毛巾 去着儿子的脸色 小心翼翼地说道 你对软软的丫头怎么看 真的非他不娶 兴许以后能碰到更好的呢 这儿子要是一头扎进去 到时候赵软软上门 找他们退亲 儿子得多伤心呢 诸葛秀光是想想 就老大的心酸 眼泪啪哒啪哒往下掉 指都止不住 江绍华一看自家母亲哭了 顿时就急了 艰难地坐起身 中途又被诸葛秀给摁了回去 他只能好好地躺在炕上 自己心里真正的想法 不能和他娘说 不然他娘会觉得 自己对他的教育很失败 无奈地和自家母亲说 倒也没有非他不可 只是 这是老爷给我定下的亲事 老爷现在没了 他又是正好下乡艰苦的时候 要是他没有什么错处 咱们就找他去退婚 总归显得凉薄了些 虽然他觉得 现在赵软软和魏明朗之间的错误 他现在想抓一抓一个准 可是 软软现在还有利用的价值 他不利用利用 有点可惜 毕竟 赵软软顶着他未婚妻的名头 又想 占他们家米粮的便宜 还想在外面 如此放荡不羁 不好好弄一弄这俩人 怎么对得起这两个人的作死 不过 江绍华到底心疼自己母亲 安抚性的道 娘要是不喜欢她的话 儿子明天就和她去提退亲 要是明天去提退亲的话 那她就得想办法 今天晚上 先把那对狗男女的好事曝光 这样即便退了亲时 也没人会说 他娘什么坏话 诸葛秀一看自家儿子这样 就猜到他 可能对赵软软 并没有什么感情 只是因为 当年他爹给二人定下亲事 儿子不想让他为难 背上不孝的名声 所以才一直没退亲 甚至 凭儿子那么精明的人 说不定早就发现 魏明朗和赵软软之间的关系了 想到这 诸葛秀所信 把今天上午曹静静 魏明朗和赵软软的事 全都跟儿子说了 最后还说了句 曹家那闺女救了你 一看就是个好闺女 还好他眼睛明亮 认清了魏明朗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不然 好好的一个姑娘 要是以后真的了那种人 得多可惜 江少华听完全过程 表情变得有些古怪 曹家这小闺女 和他以前听到的传闻 简直相差甚远 他之前没和曹静静接触过 不知道传闻真假 单说他今天见到的曹静静 要是真的深爱魏明朗 结果魏明朗出去 给他找别的女人 这女人都能把魏明朗 和赵软软拽到山上 直接魏朗 传闻里那死缠烂打的女人 是个什么鬼 该不是让人掉包了吧 他和村子里的人 接触真的不多 有些不确定的问自家娘 曹家那闺女 以前也是这样 不是没听过谁说 他自小天生神力吗 好家伙 跟他一起在山上打狼的时候 一个人能挥着野猪獠牙 抱走四匹狼 就这脾气 真的能忍得了魏明朗 那脑子不清楚的男人 还深爱他 这种传闻 打死他 他都不信 诸葛秀对于自家儿子 没把注意力放到 赵软软和大队长之间的关系上 心里稍稍松了口气 心情很好的 和儿子谈起儿子的救命恩人 以前我跟曹家这小闺女 接触的也不多 你也知道 曹家的人都比较有个性 和村子里接触的并不多 娘也并不是很了解她们 但照娘看来 曹家那小闺女 今天使出那么大的力气 家里人没一个惊讶的 应该是她本身 就有那么大的力气 家里人都知道 可毕竟是女孩子 家里人怕她力气 比男人还大 名声不怎么好 所以让她隐瞒了下来 又要和她退清 这种糟心的事实在忍不了了 所以才会暴露 说到底也是个可怜的孩子 她今天救了你一命 要是以后她有什么要帮忙的 咱得给人家搭把手 可不能做那种忘恩负义的人 诸葛秀从小没受过什么苦 思想也比一般人单纯 在她那里 黑是黑 白是白 纯粹的很 觉得儿子就应该是个好人 江绍华倒是没反驳她 心里觉得她娘说的也有道理 毕竟在农村这地界 谁都不会想娶一个 比自己力气还大的女人 太有损自己的男子 气概了 曹晶晶会隐藏自己的力大无穷 也不是不可能 但江绍华总觉得 哪里怪怪的 不太相信 她今天见到的曹晶晶 会喜欢魏明朗到痴迷的程度 毕竟魏明朗长得还不如她呢 对着母亲点点头保证道 娘 你放心 这救命之恩一定会还 诸葛秀对自己儿子的答案 很满意的点点头 这才想起来 自己好像被儿子带偏了 有些担忧地问道 所以你和赵之清的事 要怎么办 老太太对赵软软背叛自己的儿子 十分不满 干脆连名字都不叫了 直接叫人家赵之清 第21章 怀疑 江绍华想了想 开口道 反正我现在刚转业回来 找媳妇也不着急 不如就先等一等 我看他俩这样 好事也将近了 说不定哪天 他就自己提出退婚 也省得咱们的名声不好听 江绍华对赵软软这个人本身 一点都不在意 在这个世界上 他唯一在乎的人 就是他娘 不能让他娘在这段时间 因为自己的事顶上衣 不好的名声 让他娘多吃点好吃的 他受点委屈 也不是不行 母子两人正闹着磕 就听到有人在敲门 诸葛秀连忙走出去 问道 哪位 是我 一个娇滴滴的女生 从紧闭的门外传来 诸葛大娘是我 赵软软 我听说江大哥受伤了 过来看看他身体怎么样了 那声音娇滴滴的 却听不出半分的交集 诸葛秀心思通透 一听那声音就知道 赵软软根本没有关心他儿子 抿了抿唇 出于礼貌 到底还是开了门 脸上带着得体的微笑 被赵软软道 软软来了 你江大哥受伤了 现在得躺着休养 一山不整 不太方便你进来探望 既然都知道 儿子不喜欢赵软软 赵软软又不是良配 诸葛秀就不想让两人再见面了 省着再有多余的牵扯 再传出一些什么不好听的话 影响他儿子以后找媳妇 赵软软见诸葛秀推拒自己 不让他进屋见人 眼睛里顿时闪过一丝了然 上一世就是这样 江绍华为了救村民 自己被狼群围攻 身受重伤 等村民们把他从山上抬下来的时候 他人已经快不行了 好在他当了多年的兵 身体素质强悍 村里的医生好一阵折腾 花光了家里所有的钱 这才僵僵地保住了他一条性命 可是后半生全都卧床不起 只靠着年迈的老母亲 在身边伺候 母亲死后没过半个月 江绍华自己也郁郁而终 那时候他就庆幸 多亏没有提早 嫁给江绍华这个摊子 不然肯定后悔终生 虽然他上辈子 最后的结局也不怎么好 可总归是活到了四十多岁 比这短命鬼 可寿命长得多 赵软软心里断定 诸葛秀是因为知道 自家儿子以后卧床不起 所以不想让他看见江绍华 最好能把他骗进他们江家 让他照顾一辈子的摊子 真当他赵软软是结果侠 那么好欺负的吗 赵软软脸上堆起笑容 口中温软地道 江大哥受伤了 我身为未婚妻 怎么都要进去看一眼 不然我怎么能放心地想 正好 我弄了些野菜 给江大哥补补身子 说着 他把手里的篮子 推进诸葛秀的怀里 不顾诸葛秀的阻拦 身子轻巧地绕过他 往里面走 他今天就要亲眼看到那个摊子 让他知道 他根本不配娶她 让他自残行贿 自己提出退婚 诸葛秀不知道赵软软的心思 不然估计能当场气死 他看了手里那一小框的 泼菜叶子一眼 心里有些恼火 这东西一看就知道 从谁家萝卜上 揪下来的萝卜叶子 有谁送这种补身子的东西 这赵软软 根本不是来给他儿子看病的 可是从小的教养 让他没办法对着一个小姑娘 破口大骂 只能抿着唇 快步跟了进去 可不能在这时候 让赵软软和自家儿子独处一事 传出来什么不好的话 到时候就说都说不清了 江少华早就听到了外面的争执 赵软软进来的时候 他已经整理好衣衫 斜斜地靠在墙上 整个人给人一种端方君子的感觉 赵软软看见 他不是躺在炕上 一动不能动 顿时瞳孔放大 险些没把手里抹了姜汁 准备刺激自己 哭得手绢扔出去 这和上辈子不一样 江少华怎么会没事 还好端端地能坐起来 他不是应该躺在床上 一动不能动吗 赵软软觉得 现在的事情 有些脱离了自己的掌控 从早上和曹静静起争执 到现在 江少华没受伤 变成瘫子 全都不一样 到底是哪出了问题 因为惊讶太甚 赵软软差点没直接脱口出 你怎么没瘫痪 他反应过来以后 干净收起了自己惊讶的深情 堆起一脸僵硬的笑容 问江少华 江大哥 医生怎么说 以后会不会有些什么隐患 你在山上 怎么会突然碰到狼 是你一个人打败的狼群吗 还是有人救了你 他问的焦急 好像要快点找到 错处到底在哪样 倒是比刚才 更像是关心江少华的身体了 诸葛秀虽然还是不喜欢赵软软 可见这姑娘 是真的担心自家儿子 心里到底还是好受了些 诸葛秀这种 没经历过什么事的人 好糊弄 和江少华在部队里 是从侦察兵爬上去的 可是一点都不好糊弄 早在赵软软刚才看到他以后 露出的那短暂错愕的表情 他就觉得 这事情好像有哪里不对 赵软软的反应 反而更像是 他不应该好好坐在这里一样 而且之后的这些问题 与其是在关心他 倒不如 说是更想知道 他到底受了多重的伤 更好像是早已确定了 他遇到狼群 不可能自己回得来 一定是有人救了他 他才会平安无事 可是赵软软又怎么知道的这些 第二十二章 到底谁玩谁 赵软软并不知道 自己已经被人怀疑了 他眼巴巴的看着江少华 等着江少华 给他一个准确的回复 难道是他重生以后 改变了太多的事情 所以导致事情发生了改变 江少华也没变成贪子 要真是这样 他找这没用的男人退婚 就更不用有什么负担 毕竟他是他的救命恩人 江少华道 医生说 没什么事 在山上碰巧碰到曹家小闺女 是他救了我 这事儿瞒不住 村里人都看见了 不是他想帮曹静静隐瞒 就能隐瞒得了的 赵软软听到曹家小闺女 这几个字以后 面色变得难看无比 心中暗恨道 又是他 怎么会又是他 他上辈子就因为 他有个好爹 救了魏明朗的亲爹 而丢了命 结果全家人都霸着魏明朗 邪恩图报 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 魏明朗放弃大队长的官位 直接下海经商 成为了一代富豪 曹静静家也鸡犬升天 跟着一起过上了好日子 他曹静静凭什么 就凭他家全都是极品 谁都不敢招惹吗 赵软软自己 却因为和江少华解除婚约以后 嫁给了一个知青院的知青 回城后 那个忘恩负义的男人 就因为嫌弃他之前订过婚 又嫌弃他下乡之后 把自己造的不像样子 所以干脆去找了别的女人 他家里人对他本来就不好 又被男人抛弃 几经周折都找不到什么好工作 最后只能惨死 所以赵软软当得知自己重生以后 就决心要靠着自己的先知 给自己找个好归宿 还要报复那些伤害过自己的人 也要嫁给有出息的魏明朗 他要考大学 下海经商 搞房地产 他要走上人生巅峰 所以他重生回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千方百计的破坏魏明朗 和曹静静的关系 把魏明朗弄到了自己手里 可本来一切 已经按照他的计划发展 魏明朗厌恶曹静之身 曹静静也已经开始重盘清理 经过今天推他下水这件事 曹静静恶毒的名声 就可以落实了 可他万万没想到 那可恶的曹静静 今天也不知道发了什么疯 直接把他推进了水里 拆穿了他的谋划 不但没落得恶毒的名声 还反而坏了他的名声 让所有人都对他指指点点 难道曹静静就不害怕魏明朗讨厌他吗 不光是这点 曹静静甚至救了这个摊子 让前世因为救人变成摊子 还赔给他一大堆退婚补偿的江绍华 没有受到那么严重的伤害 赵软软越想 脸色越白 江绍华没受那么严重的伤 他就没有理由退婚 那他现在怎么办 宁可顶着水性洋花的名声 也要和他退婚 可若是他名声坏了 嫁给魏明朗以后 他婆家人会怎么看他 不行 退婚这件事 还是要江绍华先提出来 他本来就是殷商退役 他怎么配得上他 他顶了那坏名声 不正好吗 赵软软表情变换了半天 最后笑得温柔的道 江大哥运气真好 以前大家都不知道 曹静静有那么大的力气 他也一直隐瞒着 还好 他今天与我窒息暴露了 不然也不会碰巧上山 救了江大哥 估计他现在顶了一个 怪力女的名声 以后在村子里的名声 也不会好 江绍华听了他这强行 想把救命之恩 往自己身上揽 之后还要拉踩 一下曹静静的行为 在心里狠狠地唾弃了他一番 感情他这事 还要感谢他水性洋花 和别的女人的未婚夫 不清不楚 被人捉奸当场了 他现在是完全弄不明白 绕软软脑回路 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道真以为他是傻子 江绍华装出一副温柔的模样 看着他 声音柔和地说 多谢软软 要不是今天 你不小心掉在水里 被大家误会 大队长为你出头 激怒了曹静静 我说不定 还真捡不回来这一条命 谢谢你 软软 赵软软 他总觉得 江绍华是在讽刺他 可仔细看了看江绍华的表情 还是一如既往的深情专注 应该只是发自内心的感谢吧 还是他已经知道了所有事 故意演给他看 赵软软 一时心中五味杂陈 面上的表情就有点扭曲 江绍华一脸关心的问道 软软 你没事吧 诸葛秀站在赵软软身后 鸣嘴偷笑 却不敢发出声 要不是他早就和儿子说过 今天上午的事 他也和赵软软一样 被儿子这副深情的表情 骗了 也不知道 这孩子到底随了谁 性子太促侠了 赵软软迎上江绍华那关心的视线 赶紧收回了思绪 觉得浑身都别扭 表情有些僵硬的道 没事呢 只是被江大哥受的伤下到了 听说你是为我打猎 才会上山 都是我不好 连累江大哥受伤 以后还是不要让自己受伤了吧 这次即便没能退成婚 也要捞点好处回去 他可是听人说了 江绍华这次打了好多肉回来 要是平时 他一点都不担心 这个缺心眼的未婚夫 不给他送肉 毕竟他这几次上山打猎 都是为了他才去的 他那么仰慕他 绝对会一直对他好 捧着他 可这次江绍华受伤了 手忙脚乱的 谁知道他能不能想起来 给自己送 东西 还是提醒他一下好 江绍华眨了眨眼睛 露出一脸感动的表情 好像完全没听懂他的暗示一样 信誓旦旦的道 还是软软知道心疼我 那我以后不去打猎了 啊 赵软软没反应过来 直接傻眼了 事情不应该按照这个方向发展的 谁叫他不去了 他是让他给他分肉吃 他以后不娶他怎么办 赵软软被江绍华气得心口疼 可是这话让他怎么反驳 江绍华这缺心眼的男人 怎么这么寒 第二十三章 我们家妖门就是有福气的 这话赵软软到底接不下去了 只觉得所有的天 全都被江绍华撩死了 脸上的笑容险些挂不住 强忍着扯了扯唇角 对江绍华道 那江大哥 你好好在家养伤 我有点不舒服 就先回去了 等过两天 我再来看你 江绍华好脾气的和赵软软一一惜别 好像多舍不得他的样子 赵软软看到他这样 立刻心里笑了 果然 江绍华还是那个满心满眼 只有他的江绍华 是他之前想多了 给他的吃的也绝对不会少 毕竟他那么喜欢他 等把赵软软高高兴兴的红走了 江绍华套在墙上满脸的疲惫 诸葛秀心疼儿子 有些称怪的道 你既然不喜欢那丫头 还捉弄他做什么 照我看 早点和他断了得了 反正总归不是你的 你在队里名声那么好 他今天又在队里坏了名声 即便你跟他提出退亲 也不会伤了你的名声 儿子在外面的名声 在十里八村 是最好的 可只有 他这个当妈的知道 自家儿子心眼多得很 只是表现得无害而已 他要是真看上哪个姑娘 即便名声再不好 也能把人家扒拉到碗里 江绍华靠在墙上 想了想 还知道 不行 老爷出事那会儿 他们家人没少帮老爷 这婚要是咱们退 别人难免说 咱们忘恩负义 娘要是真不喜欢他 我想办法 尽快把两家的亲事 退了就是了 其实他还挺喜欢 看赵阮阮现在这种左右逢源 又没有那个智商 每天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 毕竟作为男人 即使对未婚妻再没有感情 也不会愿意看到 未婚妻给自己戴绿帽子 赵阮阮想和别人在一起 只说和他退婚就是了 他不但不会阻拦 还会祝福他们 可他们千不该万不该 当着他的面勾三搭四 真当他死了不成 这种情况下 要是不好好调理调理这两人 怎么对得起自己 既然他娘不喜欢他和赵阮阮纠缠 看来他的开始下狠药了 曹家院子 因为野猪个头太大 曹家的几个男人 都没办法把他切成段 只能用刀一点一点往下拉 曹静静嫌三哥哥的速度太慢 举起斧头 砰砰砰的就开始砍野猪 把他大卸八块 满院子血肉横飞 骨头渣子乱蹦 因为他以前砍的都是便衣兽 从来没砍过这么脆弱的普通野猪 没控制好力道 一抚头下去 砰一声 一条野猪前腿被他砍的 飞上了本就不高的房顶 大哥 大嫂躲在房眼底下 看得目瞪口呆 三哥 三嫂站在不远处 看着曹静静这虎虎生风的威势 脸上露出大大的笑容 鱼有容焉 二哥带着一群小家伙 鬼鬼祟祟的躲在王大花身后 嘴皮子都只打哆嗦 心有余悸的和他娘说 以后谁要是再敢欺负咱家妖妈 俺就让妖妈上山打只大野猪 拎到他们家门口 用斧子给大野猪开膛破肚 碎尸万断 保准大家以后 见到妖妈都得绕着走 说不定 活都得下眉了 前老婆子跳大神 都招不回来活的那种 她这妹妹以前不干活 是不干活的 可现在这一干活 伸手简直太带劲了 说她是画本子里说的碎尸狂魔 她都信 王大花美好气的 撇了不务正业的二儿子一眼 凶巴巴的道 说什么废话呢 今天你们小妹分猪的事出去 谁都不许往外说 知不知道 要是让我知道 谁嘴不紧 和外面说漏了 小心我扒了你们的皮 见家里人都疯狂点头 王大花这才把视线落回 拿着斧头大开大合 砍野猪砍到忘我的小闺女身上 心里一片惆怅 看来她家妖闷 真的是被刺激狠了 以前还只是娇气 所以不愿意 用自己的大力气 怕别人笑话她 力气比男人还大 不像个女孩子 可今天 自从她和外家小子闹掰了以后 就彻底放飞自我了 看看现在这砍野猪 跟切菜瓜似的 蹦得满脸是血 都没有丝毫迟疑 该不是被刺激坏了吧 哎 王大花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总觉得小闺女被刺激成这样 以后想嫁人更不容易了呢 曹静静不知道家里人的惆怅 她现在砍野猪砍得乐呵 她以前沙高街妖兽的时候 要是不在兵器上附加异能 那砍得叫一个费劲 刀都卷刃了 说不定人家变异兽 脖子上那圈毛都没乱 可现在可好 普普通通的斧子 直接能把大野猪砍得七零八岁 简直太爽了 曹静静心情好 那又爽又兴奋的表情 也就露在了脸上 吓得家里几个人全都瑟瑟发抖 几个男丁更是下定决心 今天晚上一定要把魏明朗 那个促使他们妹妹不正常的王八蛋 好好修理一顿 起码得把他打得比他们妹妹还傻才行 这一晚上 曹家人吃肉吃得很欢快 野猪个头大 身上的肥肉也多 王八花整整靠出来两大桶牛 即便以后没有肉了 光靠这些猪油黑面加点野菜 或者往野菜粥里放点 那味道也不能差了 其他的肉成功实现了曹静静的全猪咽 烤肉 蒸肉 水煮肉 麻椒肉 满桌子八大盆肉菜 没有一个里面带青菜的 不是因为曹家人爆发护心态 好不容易能吃到肉 所以 每道菜里只有肉 而是因为这两年自然灾害 已经没有青菜可以给他们吃了 全家上下也不管腻不腻 大口吃肉 大口喝凉水 这也就导致了 长时间没有吃过肉的曹家众人 未尝经受不住这么大的刺激 这一晚上轮流抢厕所 第二天早上全都挺湿在炕上 感觉自己都快拉脱水了 王大花对旁边躺着的小闺女说 娘从来没想过 在这所有人都吃不上饭的灾年 娘居然还能吃到肉 这光景 能够过上这么好日子的 估计也只有神仙了吧 当年那老神仙果然没说错 我们家妖门 就是个有福气的 能给全家带来福音 第二十四章 被挤兑的魏明朗 王大花觉得有些扬眉吐气 之前村子里的人都说 他家那么宠爱小闺女 结果小闺女是个不懂事的 每天除了给他们家惹祸以外 就是缠着大队长 热脸贴冷屁股 在人家身后跟着丢人现眼 可是现在看看 他们那些人家不丢人现眼的丫头 谁能吃到自家闺女打回来的肉 谁能在这三年里吃得饱饱的 虽然他们今天未尝消化不了 这么油腻的东西 吃多少就拉出去了多少 那也改变不了他家妖门 把福气给了全家这个事实 曹静静倒是第一回听说 老神仙这件事 原主的记忆里 也没有过相关的记忆 他翻了个身 正对着身旁的王大花 有些好奇地问 娘 什么老神仙 你以前怎么没和我说过 王大花瞅了 自家闺女也 没话说 那不是他之前一点也表现不出来 给家里带来福气 他只觉得那老神仙 是可怜他 因为他刚刚丧夫 所以出言安慰他嘛 而且 就自家闺女以前办的那些事 即便他在宠着自家闺女 也不能昧着良心说 他给家里带来了福音 不然就凭闺女以前的所作所为 他要是敢对外吹 外人就得埋在死闺女 他可不做那种费力不讨好的事 但这种有伤母女感情的话 王大花肯定不会说 只是道 现在不都说不崇尚封建迷信吗 我怕咱家惹上不必要的麻烦 索性也就没在家里说这些玄妙的事 曹静静总觉得 他娘说的话 好像有哪里不对劲 明明他刚才在外面看猪的时候 他二哥喊了一句神婆 这么明目张胆都没事 提嘴老神仙会有事 还是说他们 这户了黄泥巴的屋子里 会比外面的院子更不格音 见闺女半天不说话 王大花觉得 自己小闺女可能生气了 连忙避重就轻地解释道 也没有什么不能跟你讲的 妖门想知道 我就讲给你听 你爹刚走那会儿 我肚子里带了个八个月大的孩子 也就是你 听了这个噩耗以后 我差点没直接跟你爹一起去了 那时候 我就感觉你的生命力 在我的体内慢慢流逝 眼瞅着人就快不行了 突然出现一个穿道袍的老神仙 他不但给了我几粒丹药 还治愈了我身上的伤 他当时就和我说 我肚子里这孩子是福星转世 来到我们家以后 只要好好教养 肯定能闯出一片新天地 我当时没怎么信他的话 可哪有女人不无脑子地 护着自己闺女 觉得自己家孩子 全世界最好的 况且 那老神仙医术那么好 没几下就治好了我的病 我当然相信他 义正言辞地对他说 我知道了 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养他 曹静静听了半天 大概也明白了怎么回事 感情他娘这么多年 即便原主再能做 也要一直维护他 不光是出于对老伴姨父子的宠爱 还有老神仙的玄学加成 他娘能兢兢业业地 把那个没什么心眼的小姑娘宠到大 可真是不容易 两母女聊着聊着就睡着了 此时 整个大洋村大队 已经欢喜得上了天 所有的村民都不约而同地到晒谷场 看着流途户拿着大刀给狼分尸 这年头 生产队里的东西都属于大家 不仅仅是口号 自然会下发到村里每一户人家 村民们交头接耳 异常欢喜 有些好事的人 直接问魏明了 大队长 听说这些狼 是你前未婚妻打来的 你就这么失去一个那么厉害的姑娘 你不后悔啊 看看这脸上一块青一块子的 肯定是被曹家那些混不令给打的 嘖嘖嘖 欺软怕硬的狗东西 其实他想说的是 这些狼 是你前未婚妻 和你看上的姑娘 现未婚夫 一起打回来的 不知道你做何敢想 可每个大队的大队长 都是给大家分工分活的人 全力可以堪比村长 他也不好过多得罪 只能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 魏明朗瞥了这个好馅的人一眼 极其冷淡的道 我要娶的是能和我相依相守的女人 不是一个会打猎的猎户 我要是真想打什么东西 可以去村北投找周猎户 而且 那个女人那么暴力 恶毒 怎么可能有资格 嫁给他一个大队长 挑事那人 看着魏明朗那轻蔑 不懈的眼神 在心里撇撇嘴 说得那么好听 有本事别来领肉 把肉给他 吃着人家的东西 还说人家 是打猎的猎户 有这么侮辱人的吗 第25章 老神先让我拿他的东西 以前大洋村的村民们都觉得 魏明朗是当代的好青年 不抽烟 不喝酒 干活利索 小小年纪就当上大队长 少年有为 即便之前有曹静静 跟在他背后歇斯底里 大家也都只说一句 曹家小闺女配不上他 也不怪他不愿意 接这门娃娃亲 可自从那天上午的事出了以后 大家都觉得 魏明朗脑子的 可能不那么明朗 瞎了眼了才看上 冤枉自己村村民的赵之清 这也导致了 魏明朗现在的名声 遗落千丈 魏明朗能当上大队长 脑子自然不笨 周围人太多的改变 他也发现了 这让他闹心不已 更闹心的是 他昨天晚上和他娘说 要和曹家小闺女退亲 他娘立刻一脸喜色的 就答应了 可在他说出 人家要把粮食还回去 才肯退亲的时候 他娘立刻拉长了脸 变了卦 说曹家小闺女 就是不想退亲 故意在这时候 难为他们家 现在家家户户 都快吃不起饭了 哪有十斤多余的骨子 还给他们家 还说 不想退群就别退 别难为人 让他好好教育教育曹静静 别让他起妖蛾子 以后嫁过来 孝顺公婆 做好家务 好好听话 魏明朗听了他娘的话 当时脸色就扭曲了 别说他不可能娶曹静静 就说他真的娶了曹静静 人家曹静静来他家 也不带干一丁点活的 曹静静从小被王大花 和三个兄弟宠着长大 他都很怀疑 曹静静连刷碗都不会 再者 曹静静力气又那么大 他家要真敢让他干活 他一点都不怀疑 他都能把他家房子拆了 魏明朗出于笑道 没有对他妈 其实他私心里 和他妈是一个想法 都觉得曹静静是欲擒故纵 明知道他们现在 拿不出来那么多粮食 却非要他们还了粮食 才跟他退婚 肯定是故意为难他 不想和他退婚 可是他是真的想退婚 绝对不能给曹静静 这个心思深沉的女人 一丁点机会 不然他肯定赔上一辈子 魏明朗知道 自家老娘什么脾气 这粮食从家里 肯定是要不到了 他得想个办法 把这十斤骨子给弄出来 心情不好 面色上也就带了出来 整个脸上都阴沉沉的 吓得刚才挑事的人 赶紧退到一边 生怕把自己牵连进去 整个生产队都分狼肉 自然不可能落下诸葛秀家 他领完了肉 踢着一个竹篮子 就去了基本与世隔绝的曹家 站在栅栏外 趁着脖子向院子里望去 就看见院子里 居然一个人都没有 诸葛秀觉得有点奇怪 刚才他在打鼓场 分狼肉的时候 就没看到曹家人 这年头的人都勤劳朴实 不农羹的时候 即便为了少消耗体力 家里也会有人在院子里 编个竹框 竹篮子什么的 等到赶集时候去换粮食 以添补家用 这都走到曹家院子了 连个吱声的人都没有 该不是出什么事了吧 诸葛秀心下 顿时有些着急 曹家小闺女 可是救了他儿子一条命的人 这么好的姑娘 可别出了什么事 多可惜 这时候的曹静静 正在和他娘 救老神仙 说他有福气这件事 胡砍乱砍 以图让他的空间合理化 这两天 他是看出来了 不说别人 单说他这个娘 对他可真是掏心掏肺 什么事都替他提前想好 做一切事的前提 都是耐对他好 曹静静觉得 这样的人要是再不能相信 估计也就没人能相信了 更何况 现在他全家 都让一桌子肉给撂倒了 平均五分钟 就得去三趟厕所 要是不从空间里 拿出点什么 类似土霉素的那种纸蟹药 估计他在空间被发现 彻底倒霉之前 就得先去阎王爷那报道 曹静静 老神仙说的对 我就是个有福气的人 娘 昨天我和魏明朗退婚以后 突然觉得神态清明 昨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 就有老神仙给我托梦 说我是天上的小仙女 因为我爹记得行善舍命救人 才让我升到咱们家 我在天上的时候 是那老神仙的关门弟子 他看到我现在日子过得这么苦 连饭都吃不饱 顿时就心疼了 所以允许我在他的私库里 拿些东西 救济自己 所以说 娘 我现在有神力了 可以从老神仙那里 给咱家拿东西了 王大花向来宠自己的小闺女 他说啥他就信啥 即使不相信 也能顺着小闺女的话捧下去 哄小闺女开心 听了小闺女的话 立刻一脸开心的道 那可真好 我家妖门真厉害 曹静静一看他这表情 就知道他没走心 根本就没心 想了想 直接从空间里 拿出来一个一尺多长的红皮 便衣鸡蛋 不是他不想拿普通的东西 而是末世 第七天他才有空间 末世刚开始的那三天里 天气特别炎热 生鸡的东西 全都坏了 他空间里所有的肉食品 全都是便衣兽相关的东西 自己家吃没问题 便衣兽肉营养成分高 对人的身体也更有益 却绝对不能拿到外面去 毕竟 他记得这个年代有段时间 大字报都宣称朱能养到八百斤 到时候 别人说不定会以为 他有什么了不得的养家出经验 来找他取经 到时候 他上哪儿去给他们弄金去 西天吗 既然老太太说老神仙说他有大福气 那就把所有的锅甩到老神仙身上 神仙嘛 干出什么事都不稀奇 王大花看到那一尺来长的红皮鸡蛋 看得目瞪口呆 使劲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鸡蛋还在 再使劲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鸡蛋依旧还在 王大花 第二十六章 土霉素 王大花觉得自己差点没被眼前这大鸡蛋吓得 一口气喘不上来 直接晕过去 他家闺女 真的能从老神仙那里拿东西 没看那鸡蛋那么大吗 一看就不是人间的东西 说不定是西游记里 某日新冠的哪个亲戚下的 哎呦 他的老天爷又 估计 他爹妈生他的时候 都没想过 他王大花有一日 能见到神仙家养的鸡蛋 不然 他爹妈很可能不给他起名叫王大花 而给他起名叫王大蛋 王大花哆哆嗦嗦的伸出手 摸了摸那巨大的鸡蛋 蜿蜒的欣喜 有些不敢置信的道 这鸡蛋长得可真好 摸着还是热乎的呢 该不会是神仙家的鸡心下的吧 曹静静 这变异鸡蛋的母亲 早就被他在五年前给弄死了 变异鸡蛋也在他空间里睡了五年 怎么可能是心下的变异鸡蛋 默默的伸出手 摸了摸王大花的手 触手一片冰凉 曹静静 王大花女士 不要因为你手被下的冰凉 就诬赖我的 但是心下的 他现在没啥一能 那只五级变异鸡炸尸 能直接一波 把整个大洋村所有村民一起带走 王大花并不理会自家小闺女的沉默 只是一脸沉迷的抚摸着鸡蛋 想起什么 突然停住 脸色正重 有些疑惑得道 那你以前也是老神仙的关门弟子 为什么以前你受苦的时候 他不帮衬你 这事可得弄明白了 别是因为老神仙有什么机会 万一以后他们碰到老神仙什么机会的事 老神仙再不帮衬 他小闺女 可怎么办 曹静静想都没想 直接甩锅 肯定是魏明朗克我 我从出生起就跟他定气 我师父一直都没帮着我 结果我一跟他解除婚约 老神仙立刻就给我托梦了 这不是他克我 是什么 曹静静甩锅甩的一点负担都没有 魏明朗是真的克远主 要不是他绿了远主 远主也不会那么激进 做了那么多缺心哑的事 最后活活把自己弄死 至于他来了以后 还想克他 就放在心里想想得了 说出来容易被他打死 王大花听了这个结论 当即点头认同 魏家小子就是个白眼狼 刚出生没多久 就差点死了爹 还克死了他闺女的爹 可不就是克他闺女吗 还好他闺女现在想开了 老神仙也不伤他闺女眼下的气了 要不他闺女指不定得被魏明朗 给克成啥样呢 早知道 昨天晚上不让老三他们 去打那臭小子好了 拉的都没力气了 打人怎么会疼 既然那位家白眼狼 那么克他闺女 等妖门三个哥哥好了 一定要叫他们 再去打他一顿 曹静静完全不知道 自家娘已经把魏明朗好一顿揍 这是他娘安排好了的 从空间里拿出一袋土霉素 拆开包装 拿出来两粒递给王大花 信誓旦旦的道 这是老神先给我支拉肚的特效药 吃完了 咱们很快就好了 娘 这个给你吃 说着自己也倒了两粒塞进嘴里 身边没有水 干噎下去 感觉自己都快被噎得翻白眼了 垂了好几下胸口 才把药咽下去 再一抬眼 却发现王大花并没有把那要吃下去 曹静静微微挑眉 有些疑惑的道 娘 你怎么不吃 按理说 凭王大花对原主的信任 不应该怀疑他 这要有什么问题 难道他发现了他和原主风皮一样 性子却装错了 王大花并没有那么多的小心思 毕竟 即便一个人性格突然改变 身边的人也只会怀疑 他受了什么刺激 而不是怀疑他被穿了 曹静静和魏明朗闹崩的时间短 王大花根本就没怀疑过小闺女 被曹静静这么一问 王大花垂下眼 有些不好意思的道 这么好的药 可不能给我吃啊 那多白瞎 娘挺一挺就好了 身子骨壮着呢 一会儿娘把这要堆在水里 给你哥哥 嫂子 还有那群不省心的小家伙们分了 省着他们这些娇气人 受不了这种苦 曹静静发现 王大花这人对外极品 是真的极品 可对自己的孩子 却是真真切切的爱护 不光是园主 对其他的孩子也一样 他只要把人扒拉到自己的圈子里 就都会全心全意的守护他们 明明知道 这是老神先给的药 却自己不吃 给儿子 孙子不说 还要分给自家媳妇 这样刀子嘴斗俯心的人 看着可恨 实则心最软 曹静静本身不害怕极品 因为他就是极品中的极品 无论是末世前还是末世后 跟人私价就没输过 可有一个这么爱护自己孩子的娘 她又有什么不乐意的呢 曹静静又从空间里 拿出几袋土霉素 递给王大花 娘 你把这要吃了吧 老神先这儿 还有许多 一会儿等你缓过来点 再拿这个 去给他们冲水喝 王大花看着曹静静手里 那精致的药包 闪闪亮亮的 还透明 她以前从来没看过 包装这么好的药 顿时就有些犹豫 劝自家小闺女到 还是别了吧 一会儿 我把我这里的药冲水 给大家喝 就行了 反正你哥哥他们 也就是因为吃肉吃得太多 不适应才会拉肚子 就算不吃药 早晚都能好 你要是在老神仙那里 拿东西拿得太多 老神仙到时候怪你就不好了 她见曹静静反对 连忙继续道 妖妈 你听娘说 老神仙喜欢你 愿意接近你 这是你的福气 你有这个福气 能过上好日子 娘就心满意足了 可不能让老神仙 不光救济你 还要连带着救济咱们一大家子 到时候 老神仙恼了你 对你不好 娘这辈子没啥太大出息 只希望你们哥几个 都能过得好 不能因为你几个哥哥 就亏待你 娘和你保证 咱全家上下 没一个人会占你的便宜 我们家妖妈 只要让自己活得开开心心就好 第27章 王大花 不是我不热情 只是我怕你们嫌我太热情 曹静静对王大花这番话感动之余 还觉得有些好笑 王大花自己从来不吃亏 反倒要教育他闺女之恩图报 不要让别人讨厌 有些好笑的 把几袋子土霉素 都塞进了王大花手里 安慰道 没事 娘 你拿着用吧 我师父说 她的东西随便我用 这要是我师父自己配的 还有很多 吃没了她 还能给咱 这是药 又不是糖 不会有人有事没事当饭吃 她空间里 还有四大箱子的土霉素 就算谁想当饭吃 也够吃一段时间了 王大花见自己女儿坚决 这才把药塞进了嘴里 药片粘到舌头的那一刹那 王大花的眼睛瞬间就亮了 一脸惊奇的道 不愧是老神仙制出来的药啊 吃药丸子居然是甜的 在那个时代 有病能吃上药就不错了 村子里大多数人伤风感冒的时候 都是随便在山上 采几根类似于板栏根的药草 放水里煮吧煮吧 这场病也就挺过去了 国内生产力落后 根本不会有人想着 别出心裁 给要包个糖衣 好入口什么的 就连现代最基本的维生素C 那会儿都不是黄色的糖球 而是白颜色的粉末 酸得甜一点都销混 王大花自然是没吃过包糖衣的药 也不怪她惊奇 曹静静嘴角抽了抽 刚想说什么 就听见外面有一个女人在喊 家里有人吗 王大姐 你在吗 王大花威名在外 根本就没人敢跟她称姐道妹 以至于外面有人喊王大姐 她都没反应过来 人家是在叫她 最后还是曹静静捅了捅自己娘 提醒道 娘 有人在外面叫你呢 王大花反应过来以后 立刻下地 她拉鞋往外走 临走的时候 还不忘了一脸关心的 回头嘱咐曹静静 妖妈 你能从老神仙那儿拿东西的事 先别跟你哥他们说 更别和外面那些人说 等娘想好了 要怎么糊弄你哥 你嫂子他们 咱们再和他们说 自家儿子他信得过 那几个媳妇可都是有自己娘家的 将心比心 要是他小姑子有个这么大的宝贝 他也得想着给娘家扒拉东西 曹静静无所谓的点点头 他今天把空间露出来 最大的目的就是为了这几袋土霉素 不然他真怕这两天 把他拉到脱下 堂堂的九级异能者 没死在丧尸王手里 刚重生两天 就死在一群野猪野狼手里 想想就觉得自己丢人倒活不下去 王大花跑出去以后 就看见一个女人一脸担心 撑脖子 撑脑地往他家里看 一看就不像好人 还没瞅亲是谁 王大花就率先大嗓门的吼道 干什么呢 他这一声吼 吓得本来胆子就不大的诸葛秀 浑身一个哆嗦 差点没把手里的篮子扔出去 他是真怕王大花这女人 村子里那些战斗力高的老娘们 见到王大花都退避三射 恨不得不认识他 诸葛秀本来就是个温婉的女人 脾气软得不行 以前连和王大花打招呼都不敢 生怕王大花教训他 现在让他直面面对王大花的怒吼 诸葛秀只感觉浑身汗毛都在发出 安慰自己 这是自家儿子救命恩人的娘 救命恩人是好人 能交出来好人的娘 肯定也是好娘 人家救了他儿子 他怎么能没礼数的不去道谢 诸葛秀将着脸 强扯起一个笑容 装作自己丁点都不害怕 眼神诚挚 语气温温柔柔地道 王大姐我是江少华的娘 昨天你们家静静救了我家少华 我今天是来上门道谢的 说着把手里的篮子推给王大花 语气很郑重地道 这年头谁家都没有太好的东西 我凑了几个鸡蛋 想给静静补补身子 还望王大姐你不要推举 王大花瞥了一眼诸葛秀 看着这人柔柔弱弱的 他一巴掌下去能拍死撒 应该没有什么坏心思 再者说 江少华那小子 是他给他闺女物色的夏家 他娘也就是夏家的娘 想让闺女过好日子 可不能挑战人家婆婆 这要是这诸葛秀 总是找他们家妖门的麻烦 他们家人天天上江家去打人 也不太好 于是接过篮子 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 热情地道 大妹子 你客气啥呀 我们家妖门 就你们家少华 不是应该的吗 还用得着你这么感谢 说着 拉开栅栏门 把人让了进来 外面天这么热 没晒坏吧 大妹子 你快进来喝口水 咱们姐妹俩 可得好好聊聊 她得踢妖妈 看看这未来婆婆的人品 要是实在太刺的话 她也不能要求人家孩子不要骂 只能给自家闺女 找下下家了 王大花这突如其来的热情 弄得诸葛秀一脸蒙圈 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 就被人夸着胳膊 架着进了小院 安稳稳地被按在了椅子上 桌子上还多了一碗 不知道泡了什么东西的水 还有一叠子小肉干 诸葛秀 这王大花好像跟她想象的 有点不太一样 不是说她是十里八村 最难缠的老太太吗 难道传闻有误 是别人故意败坏曹家的名声 第28章 致谢 诸葛秀对于王大花 突如其来的热情 有些受宠若惊 面上有些尴尬的道 王大姐你不用忙了 我今天就是来和你们家 小闺女道个谢 一会儿还得回去照顾邵华 这次要是没有你们家小闺女 说不定我们家邵华已经没了 我真的不知道要如何感谢她的好 说着 诸葛秀眼圈就红了 她出生好 小的时候什么活都没干过 也什么都不会干 自从儿子出生以后 一个人带着孩子 好不容易才把她拉扯到这么大 可谁能想到 宝贝疙瘩好好地上山一趟 就险些把命给丢了呢 曹家小姑娘救了她儿子的命 就相当于救了她的命 没了儿子 她肯定是活不下去的 王大花听到她这话 垂下眼 心道 也不用怎么感谢他们家闺女 人家细文里不都说 救命之恩 当于身相许吗 她就觉得 细文说得对啊 也不用怎么感谢她家 直接让她儿子 给他们家做上门女婿就行 王大花虽然对外刻薄了点 但也没好意思 把这么不要脸的话 直接说出来 她家仨小子 入坠出去一个倒没什么 江绍华家可就一个儿子 入坠出去以后 诸葛秀就变成孤寡老人了 王大花眼睛滴溜溜一转 想着 这位说不定以后是怎样闺女的婆婆 好不好的 总归得能让闺女来判断 对诸葛秀说 大妹子 我们家妖门 就是个善良的闺女 从小识恩人不求报 要不也不会养出来 卫明朗那种白眼狼 你说是不是 这事全村都知道 想瞒是瞒不住的 倒不如她先给诸葛秀一个重击 以后无论她家妖门 做出什么事 那都是好事 就像一向听话的孩子 只要犯了点小错 就可能被指责 而一向不听话的孩子 哪怕有一次听话 都会受到大力表扬 她宁愿自家妖门 去将家做一个不听话的孩子 起码她不会受欺负 诸葛秀向来是个那脸的人 从来没有人在她面前直来直往道 这种捧着个罐子去撞南墙 还要继续撞南墙的南墙 最后再破罐子破摔的程度 有些不知所措地坐在那儿 尴尬地笑了下 挤了半天才挤出来一句 王大姐活得通透 王大花心里翻了个白眼 觉得诸葛秀也不是那么会说话 啥叫她活得通透啊 认为她说的对呗 她在这儿接她自己闺女的短 这怎么还给她捧上梗了呢 是真实在 还是缺心眼 呵呵 王大花甘笑了两声 不过 毕竟是从年轻的时候 就开始带着几个不大的娃娃 无依无靠 炒遍全大洋村无敌手的存在 只要她想接 就没有接不上的话 面上的笑容不变 提到 既然大妹子想给我们家妖门道谢 那我就把我们家妖门叫出来 你好好跟她说说话 只要你和她聊聊天 就知道我们家妖门 绝对是这天底下最好的姑娘 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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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合当儿媳妇 诸葛秀本来就是为了道谢而来 自然没有不答应的 相反 听了王大花的话 她反而松了口气 要是再跟王大花推拒下去 她还真不知道 应该怎么办才好 王大花放下话以后 就回了自己屋子 把床上还在翻来覆去 烙大饼的曹静静 给挖了起来 快起来 快起来 江绍华她娘 过来给你制谢了 曹静静刚吃完土没素 药效还没有彻底发挥出来 有些不乐意动 扒着抗言道 制谢就制谢呗 你刚才不是出去了吗 叫她谢完可以走了 我收下她的谢谢了 王大花见自家小闺女 这么烂泥扶不上墙 顿时就有些恨气不争 伸手帕 的拍了她一下 曹静静惨叫出声 啊 王大花知道自己用了多大的力气 不可能把自家闺女打疼 小闺女就是装的 不想去 美好气得到 赶紧起来去瞅瞅 人家那么大岁数 都亲自来给你道歉了 出于礼数 你不也得出去看一看 赶紧的 曹静静瞅了她娘一眼 刚才还说 她是老神仙的弟子 世界上谁都比不过 不用忍让任何人 现在又和她谈上礼数了 真是想一出事一出 她说啥都对 曹静静没办法 还是顺了王大花的意 艰难的爬起身 跟她一起出去了 诸葛秀见到曹静静的第一反应 就是这小姑娘 长得真俊 她以前也见过她 但那时候 基本上都是她面目猙獰的 纠缠大队长的时候 表情怎么看 怎么吓人 和现在满脸张扬明媚 一点都不一样 果然 坏的婚姻会影响 一个女人的一生 诸葛秀扯起一个真诚的笑容 起身迎了上去 声音温柔的对曹静静道 多谢静静 救了我们家邵华 救命之恩 无以为报 我知道说再多的感谢之语 都是枉然 静静以后 就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 只要你能用得上的 尽管和我们说 我与绍华 必将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曹静静看到诸葛秀眼睛里的真诚 只觉得 这阿姨应该是整个大洋村里 知识储备量巅峰 她来到这以后 见到的人说的都是大白话 还带口音 这还是第一次看见 有人咬文嚼字的 对她摆摆手 满不在乎的道 不用谢 我救她是因为 认出来她是名军人 每个军人都应该被爱戴 就算不是她 换一个人 我也会救她的 若是她刚见到江绍华的时候 还觉得和她牵扯无所谓 那自从江绍华 对她有莫名的防备开始 她就不怎么想和这人再接触了 她来到这第一天 就被自己打来的肉给撂倒了 还没来得及开始修炼异能 现在的她就是个力气大点的脆皮小若鸡 她可不想卷进什么麻烦当中 第二十九章 瞬间变兄妹 王大花一看自家闺女好事当前 还要往外推剧 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难得的对小闺女语气不太好得到 什么叫无论是谁 你都救 就算你心地善良 可救了江家小子 也是事实 为什么不接受她的致谢 江绍华是村子里公认 十里八村中最有责任感的男人 放着这么一个好小伙子不要 自家闺女有多吃亏 两口子在一起 起先可能是因为感情 可时间长了 感情淡了 想再往下维持婚姻 全都是靠男人的责任感 她自己不想在外面胡搞乱搞 别人再勾引都没用 就像魏家小子那种 没什么责任感的男人 都不用别人故意勾 一个眼神就和别人跑了 以后过日子能顶什么用 日子久了得多造星 再说 人家上赶子来报救命之恩 她家闺女居然跟人家说 这种没情商的推脱话 是多好好事 还跟人结仇的潜质啊 她怎么就生了一个 这么缺心眼的闺女 王大花被曹静静这番操作 气得胸口疼 用眼神弯了一眼曹静静 诸葛秀也连忙真诚劝道 静静 王大姐说的对 无论你是不是特意要救少华 从客观上来讲 你都是她的救命恩人 无论对她提出什么要求 都是应该的 她家少华 可不能背上一个 忘恩负义的名声 而且 身为少华的娘 她也不允许自己儿子 做那样的人 王大花见诸葛秀这态度 顿时就满意了 看来这场争端里 她最大的敌人 不是她这大妹子 而是她家小闺女 这糟心的孩子 这二人都觉得 是因为自己不对 还二人混合双打劝说她 曹静静一脸无辜 丝毫没有愧疚与隐瞒的 把江少华就给扔了出去 我那天救完她以后 她还凶我 怀疑我 我不想和这样的人接触 这会让我感到好心烦 狼又不是她引来的 何苦为难她呢 王大花一听是这个原因 顿时为自家闺女而感到委屈 罕见的在心里 把江少华骂了个遍 心疼自家小闺女 怎么总碰到这种男人 这病怎么就这么不好用 美好气得到 你怎么这么怂 你都救了人家 人家还对你忘恩负义了 你不是应该 尽量在她身上找到补偿 压迫她 奴役她 让她什么都听你的 对你言听计从 那字字句句 哪还有刚才半分 对江家小子的满意 诸葛秀虽然也觉得 自家儿子这条命 是曹静静救的 以后对曹静静好 也是应该的 可她怎么听王大花这话 怎么都觉得心里不得劲 然而 人家毕竟是他们家的救命恩人 她不可能在这种场合反驳 诸葛秀微微敏唇 目光落向了曹静静 想知道曹家小闺女怎么想的 要是她也真的这么认为 那他们少华 也不是个忘恩负义的人 只得认下 结果 却看见曹静静面无表情的道 我要是真这么干了 就离IP不远了 娘 村里大喇叭 今天早上喊了一早上 不能压迫 奴役别人 你忘了 就算想干 也不能直接说 诸葛秀 能打死狼的姑娘 果然不是一般人 这思想还真奇葩 连对人的方式都这么清奇 王大花 这要不是她闺女 换成其他人 哪怕是她儿子 她都能现场拖鞋 把眼前这个嘴碎的丫头抽死 眼瞅着王大花 就要动怒了 诸葛秀 为了保护自家的救命恩人 按住王大花的胳膊 连忙开口调和道 王大姐 孩子还小 你先消消气 说着 她转头看见曹静静 也跟着一起劝说道 静静 你娘说得对 你救了邵华的命 她无论做什么 都是应该的 曹静静一听她这话 挑了挑眉 语气奇怪地问道 你能帮她做得了主 那人看着 不像是让人随意摆布的人 诸葛秀 一脸郑重的点头 只要不是违法乱计的事 无论你提出什么要求 都一点不过分 等邵华养好了伤 我让他亲自来你这做保证 曹静静见他语气这么认真 眼珠子一转 便答应了 好 那婶子 以后江少华可就得听我的了 随叫随到 不能反驳那种 在原来的世界 他向来众心捧月 到这个世界以后 却连个能指使的人都没有 简直太没排面了 正好有人 能对他言听计从 他就先把他当小弟使着吧 等以后 有了好的再换 诸葛秀连忙答应 是 我们家少华以后 肯定把你当亲妹妹看待 你要是有什么事 尽管吩咐他 王大花见到一个信誓旦旦做保证 一个乖乖点头答应下来的闺女 总觉得这事情发展方向 有点不对 一辈子对他闺女好 不是应该娶他家闺女 照顾他家闺女一辈子吗 这以后 就把你当亲妹妹看的兄妹论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生了三个儿子 他家妖门缺哥哥吗 他这缺心眼的闺女 怎么能就这么答应哦 第三十章 不会说话不算数吧 这场上门致谢 除了王大花 其余两人对最后的结果 都非常满意 诸葛秀乐呵呵地离开了曹家 曹静静心情很好的 回了自己房间 独留下王大花一脸无语 在客厅里站着 王大花 皇帝不急 太监急 他这不会占小便宜的闺女 真是让他担心死了 美好气地拿过诸葛秀那筐敢蟹里 掀起篮子上面的布一看 篮子里除了十多颗鸡蛋 一块血淋淋的狼肉 赫然放在所有蟹里的最顶上 哦 从昨天晚上就受狼肉摧残 见到肉就想吐的王大花 一个没忍住 直接奔到墙角土了出来 心中还暗骂自己 这年头 别人家都是因为吃不起饭 活活饿死 他们家却因为肉吃的太多 一看就想吐 这要是让那些吃不饱饭的人知道 他家房子半夜 还不让人家给点了 这边的一场闹剧 就这么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结束了 那边刚拿到他们全家人 分得弱的魏明朗 日子并不好过 他现在急需拾金骨子 来解除他和曹静静 这段糟心的婚姻 可是他家的钱 向来捏在他娘手里 他娘不给他出粮食 他能怎么办 魏明朗看了一眼自己手里提的肉 心中顿时有了主意 村子里分东西 一向是按人头 他们家人挺多 分到的狼肉自然也多 或许 拿一部分狼肉去换骨子 能摆脱曹家那些极品 家里人也不会多说什么 魏明朗说干就干 很快就拿了一部分狼肉 东家借西家药 千方百计 才把这十斤骨子凑齐 也不先把肉送回家 就直接上了曹家的门 王大花见到他的时候 只觉得一脸晦气 语气冷冰冰地问道 你来我家做什么 他是真烦他 恨不得这个欺负了 他闺女的魏家小子 立刻原地消失 不 原地去世 魏明朗见到王大华这态度 只以为他要反悔 脸色顿时变得难看起来 语气阴沉沉地 咬牙切齿道 婶子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难道之前曹静静说 我给你们家粮食 就跟我解除婚约 这事是假的 他就知道 以曹静静平日那死缠烂打的作风 怎么可能轻而易举地 放弃他这么有能力的男人 肯定霸着还来不及 他就是对他在欲亲故纵 王大华一听他这么说 立刻就急了 虽然不待见魏明朗 可语气却斩钉截铁的道 你别瞎说 这种事怎么可能做假 我可跟你说 我们家妖门现在已经看不上你了 还了我们家东西以后 两家各自安好 见了面都当作不认识吧 你可千万别再缠着我家妖门 在王大华看来 本就是魏明朗配不上曹静静 现在曹静静更是由老神仙帮衬 无论何时 何地 和谁在一起 都能过得特别好 那魏明朗根本就配不上他家妖门 这事快点解决也好 省着等他家妖门反应过来以后 又觉得这臭小子好了 不想和他分开 到时候 他家闺女不想离开这个祸害 那可就完蛋了 王大华恨不得赶紧把米抢过来 再把篮子呼卫明朗脸上 让这件事画个句号 也好让闺女早日知难而退 第31章 破罐子破摔 王大华这和抢劫一样的动作 速度太快 整得魏明朗一猛 他万万没想到 曹家这老太太 这么想和他化开关系 也是 这老太太是十里八村有名的男缠雕妇 精神不正常 也是应该的 正常人 不可能想让自家闺女 和他这么优质的女婿分开 眼神鄙夷 一脸嘲讽地对王大华道 婶子 咱们两家这亲 是不是就算作废了 既然这人退婚 也就跟自家闺女没什么关系了 王大华也没给他好脸 翻了个白眼道 没关系了 赶紧滚蛋 别再让我看见你 吃里扒外的白眼狼 我嫌恶心 呸 说着 抬手就想要关上栅栏门 却被魏明朗不悦地皱着眉 伸手一下子抓住栅栏 拦住了 面色阴沉 语气强压住愤怒的道 婶子 光您说了可不算吧 您也知道 您那小闺女是什么脾气 要不你把她叫出来 让她给我写个保证书 也免得以后多生事端 她必须要得到曹静静的保证 不然过两天 她又死皮赖脸地缠上来 陷害她的软软 她去找谁说理去 她话这么一说 王大花一下子就不乐意了 掐着腰瞪着眼睛 怒气冲冲地对魏明朗吼道 你说 我闺女是什么人 我闺女是这天底下最好的人 就是因为她太善良了 才会要了 你这个没人要的驴粪袋 白眼狼 现在 我闺女想开了 驴粪袋就应该扔进粪坑 拿在手里 五再长的时间也不会变香 终究是一身臭气 我可告诉你 别再打我闺女的主意 想见我闺女 你 不 呸 呸 王大花一口吐向魏明朗 魏明朗知道王大花粗鲁 却不知道她这么粗鲁 见到王大花吐她 连忙躲避 可还是被王大花的口水吐了一脸 顿时就怒了 声音不小的嚷嚷道 我不配 你去整个村子里问问 我们两个在一起 到底是谁不配谁 要不是 我爹念着曹老根当年救他一命的恩情 我会和那么一个干傻傻不行 吃傻傻包了的恶毒女人订婚 不要欺负我们家人意 就蹬鼻子上脸 你还瞧不起我了 那你那个对我死缠烂打的闺女 又算什么 贱吗 以前魏明朗知道王大花脾气不好 再者 王大花男人救了他爹是事实 之后 还很可能是他丈母娘 他向来对王大花尊敬有加 毕竟 他不想让人觉得 他是个忘恩负义的人 可现在两家闹到这程度 王大花又给脸不要脸 吐他一脸恶心的口水 他现在胃里都在翻涌 他在忍着 就对不起他自己这一身关袍了 哪个村的大队长不是让人牵捧 万捧供起来 溜须拍马 就他们村子里 因为一个他爹的救命之恩 他这个大队长 在曹家人面前 向来抬不起头 他已经忍耐了曹静静 和曹家人的无理取闹这么多年 也是时候画个句号了 他今天就要让他们知道知道 他身为大阳村的大队长 绝对不是好欺负的 王大花一个人 能把四个孩子拉扯到大 自然也不是 没受过欺负 可别人怎么欺负他都可以 他可以骂回去 打回去 可谁都不能欺负他的孩子 王大花气得浑身发抖 一脸怒容 眼睛通红的看向魏明朗 咬牙切齿的怒吼道 死小子 敢骂我闺女 我跟你拼了 你才贱 你全家都贱 你他妈的祖宗十八代都贱 说着 伸手就朝着魏明朗的脸 狠狠的打了过去 魏明朗从小就知道 王大花难对付 早就有了说出那些话 会被王大花打的心理准备 早就防着他呢 一把抓住王大花的手腕 一脸嘲讽的道 你以为你这招对谁都有用吗 人家看你是个老寡妇 不愿意和你计较罢了 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 也不撒泡尿罩罩自己 到底是个什么德行 大力的仰手一甩 直接把王大花甩了出去 王大花就算再见说 也是一个年过五十的老太太 怎么经得住魏明朗这样的壮年一推 整个人朝后面栽去 他都已经闭上眼睛 做好准备重重一摔 之后再躺个十天半个月了 可是预想中的疼痛并没有到来 他只感觉腰间被人轻轻地扶住了 也不知道那人怎么使得力道 借力化力的他就站直了身子 王大花睁眼一瞧 才发现扶住他的人是自家闺女 眼泪顿时就下来了 他家闺女能及时地扶住他 那肯定是刚刚开始 就一直都在 听到自己以前喜欢的人那么骂自己 他家妖门心里的多难受啊 要说刚才王大花对魏明朗还只是厌恶 那现在就已经到了憎恨的程度 竟敢这么欺负他闺女 他就算拼了这条老命 也要让这白眼狼好看 王大花气沉丹田 一个蓄力就要再次飞扑过去 打魏明朗 魏明朗自从曹静静出来以后 注意力就被他吸走了 浑身的戒备稍稍放下 看见老家伙奔向自己 顿时吓了一跳 要是老家伙这么近的距离 冲过来打他 他估计来不及躲闪 看来他哪怕不想动手 也要动手了 不然真的挨打吗 反正大家都知道 王大花什么德行 既然是王大花先动手 他就算是还手 说不定别人也不会说他 无故打一个老人 可还没等他做出反应 就看见曹静静伸出他那 对于农家人而言 白嫩到不可思议的手 一把牵住了王大花的手腕 可想而知 以他的力气 王大花根本不能撼动分毫 魏明朗看向曹静静的目光 充满嘲讽 果然 这女人还是爱着他 准备以后对他死缠烂打 所以才刚刚一直躲着不出来 知道王大花要打他 他才出来阻止那老雕妇 企图讨好他 第32章 证明给所有人看包馆 谁看谁都知道我的决心 曹静静都不用为魏明朗说出口 一看他那眼神 就知道他在想什么 一脸嫌弃的道 明明那么丑 却那么自信 也不去看魏明朗脸色有多难看 对自家老太太安抚 娘 他既然要和我解决 我就和他去解决 省着以后 他再怀着什么不好的心思 痴心妄想 王大花觉得 自家闺女这话有道理 但心里还是很生气 抿着唇站在旁边没吱声 但也没上去 继续撕打魏明朗 听到曹静静这大胆狂言 魏明朗直接被他气笑了 曹静静 你们曹家人 是不是都这么会一想天开 自信满满 难道你们还觉得 我退婚以后 会对你巴着不放不成 别太拿自己当回事了 赶紧给我写一个 解除婚约以后 再也不来缠着我的保证书 咱们两个的关系 也就断了 我不想再看见你 多一眼都恶心 魏明朗现在心里烦得不行 他偷偷拿着家里分的肉 换了骨子 拿到曹家退婚 回去以后 还不知道要怎么跟他老娘交代呢 本以为会痛痛快快的 退了这场闹剧一样的婚约 却没想到 他觉得有点惊奇 这个人长得还不如 那天他救的那个人呢 哪来那么大的自信 他一定会巴着他 微微勾纯一笑 整张绚丽的五官 都明念了起来 恶意满满的道 不用写那一纸文书 你又不能拿出那文书 挨家挨户给别人看 再说我要反悔 保证书不就和废纸一样 我有一个更好的办法 能让全村人都深刻了解 我以后再也不想看见你的决心 魏明朗不知道为什么 看到曹静静这个笑容 就感觉浑身发凉 几背发寒 总觉得不会有什么好事 可仔细一想 又觉得不太可能 像曹静静这种 除了阴毒什么都不会的人 能给他这自小 就被人称赞聪明的别人家孩子 造成什么麻烦 就凭他那点小伎俩 也就欺负欺负单纯的软软 还坑害不到他 他倒要看看 他到底耍什么花招 魏明朗一脸 我知道你舍不得我 之所以不签保证书 是因为不敢做下保证 就是为了转移话题 才这么说的表情 面容嘲讽的道 你想怎么证明 我倒要看看 你有几分能耐 曹静静 你长出去了 居然还学会了欲擒故纵 他话还没说完 曹静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一个剑步突然上前 一拳就忽在了他的眼睛上 魏明朗的眼睛上 顿时多了一个紫圈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怎么回事 暴雨般密集的拳头 纷至踏来 一拳一拳 狠狠地往他身上垂 拳拳到肉 速度极快 根本不给他躲开的余地 魏明朗 简直羞肺欲死 那女人骑在他身上 就对他一顿暴打 还专门故意往脸上打 他脸上肯定已经挂了彩 这一下可不是他一出去 全村人都知道 他俩闹掰了吗 而且是让全村人都知道 他被曹静静打了 这女人果然心思深沉 简直奇心可诛 魏明朗拼命地挣扎 可也不知道那女人 到底怎么就有那么大的力气 他一个二十多岁的壮男 根本就正脱不开 只能支起胳膊 尽力护住自己的头 曹静静就是照着他脸去的 怎么可能让他挡得住 每当魏明朗挡脸的时候 曹静静就狠狠地垂一下他的肚子 每当他条件反射地 护住肚子的时候 曹静静就继续打他的脸 曹静静这一套 连组合拳代假动作的暴揍 打得魏明朗都没脾气了 只能嗷嗷地求饶 别打了 曹静静你别打了 不然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不 我绝对不会放过 你们全家 曹静静一边打 一边嘴上不饶人的道 大队长 你这是要公然地公报私仇 你信不信 你要是敢公报私仇 我就把你拖到墙角打死了埋尸 包括谁都不知道 是我把你打死了的那种 魏明朗被曹静静吓得心里一颤 要是以前的曹静静说出这种话 他绝对不会相信 可是现在这个和精神并没什么区别的曹静静 说出这种话 他却莫名觉得他是认真的 咬了咬牙 继续恐吓道 曹静静 你快住手 我是上面委派的大队长 这村里比村长还大的官 你要再继续打我 我就去举报你是反社会 反人类 曹静静满不在乎地继续打他 语气却欠揍得吓人 那你就去举报啊 到时候有人来查 我就说是你背信弃义 为了知青女同志 抛弃订婚十多年的未婚妻 给这场建设运动做出了不好的表率 也给广大的女同胞们 包括我造成了一定的心理阴影 未婚妻因为未婚夫出轨而气不过 打背信弃义的未婚夫 你说这种事 真的会有人管吗 闲得没事干了吗 魏明朗千算万算 都没算到曹静静居然这么不要脸 这不就是明摆着说了 他要是举报 他就往他身上泼脏水吗 这两年风向开始延了 要是曹静静上去胡乱说一顿 他自己光脚的 不怕穿鞋的 可他可是大队长啊 最后受难的可不就是他吗 这女人果然阴毒 魏明朗现在觉得 多跟这种卑鄙无耻的人说一句话 都是侮辱了自己的人格 立刻闭上嘴 一声步伐 就连曹静静打他的时候 也只能听到他疼痛时的闷恒声 再没了求饶之音 曹静静把人骑在身下 枉死了打了一顿 心中对于魏明朗 这个渣男的玉器 总算缓解了半分 第三十三章 改变 曹静静虽然不是原主 没被魏明朗扎过 可是仅仅他穿过来的 这两三天的时间 魏明朗的所作所为 也足够让他恶心的了 他站起身 看了一眼脸上和金钱豹一样 长满斑点的魏明朗 满意地拍了拍手 与其幸灾乐祸的道 你现在可以走了 现在大白天的 村子里那么多人 等你回到家以后 全村子的人都会知道 你被我打了 这样让他们能看得到的决心 是不是比起保证书 更能令你满意 说着狠狠踢了一脚 在地上一动不动的魏明朗 魏明朗本身浑身都疼 被曹静静这么使劲地踹了一脚 直接闷恒出声 曹静静看着他跟条虫子一样 趴在他们家门口一动不动 皱着眉嫌气道 赶紧起来 别在我家门口碰瓷 能滚多远滚多远 别让我再看见你 说完也不等魏明朗反应 直接拉着王大花回老屋子 爱堂堂吧 那是公共区域 不是他家 他没权利赶人走 听说魏明朗来曹家找茬 第一时间就被诸葛秀赶出家门 结果没等出手 就目睹曹静静行凶全城的江绍华 默默地转身往回走 还是别出去了 曹家根本不用他帮忙 出去了 还得把魏明朗给拖回村子去 到时候 指不定还得被这个脑子 不太清楚的大队长埋怨 他记得以前军医说过 脑子不清醒 可能是因为脊椎不好 得睡硬床 让魏明朗在地上躺着 挺好的 吃力不讨好的活 他可不干 王大花被曹静静扯回家 整个人都开心不已 妖妈 你可真厉害 娘今天总算是扬眉吐气了 刚才差点气死我 早知道这个小王八蛋是这样的人 上回就让你几个哥哥 使劲打他了 王大花向来是个说做就做 行动力特别强的人 想到这里 当即就出门 要去找三个哥哥 不行 我得跟你三个哥哥说 等他身体好点以后 再去打那王八蛋一顿 给我们家妖妈出出气 曹静静一把拉住王大花 别跟他一般见识了 以后井水不犯河水 再也碰不到他了 他是混不吝 而且体力也好 身体也棒 过段时间 异能也能升上来 自然不怕魏明朗打击暴富 可魏明朗毕竟是大队长 管着全村人的劳动分配 他们全家要真把他惹火了 到时候分工作的时候 肯定没有好活 井水不犯河水就好 他想整一顿魏明朗 也要等他卸了大队长职位再说 王大花自然也知道这道理 刚才也只是一时冲动 现在冷静下来 你知道 什么才是他们家最好的 不情不愿地道 行吧 这回就饶了他 但他下回欺负你 你可得跟娘说 娘给你出气 曹静静扯了扯嘴角 悠悠地问王大花 有了今天这一顿揍 你觉得 他以后还敢招惹我吗 王大花 想起魏明朗脸上的伤 王大花就一阵心惊胆战 自己都觉得疼 那王八蛋 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 从来没挨过打 没想到他第一次挨打 就是被他家闺女打的 还打得他根本下不了地 估计回去一照镜子 就会和他一样 被他脸上的伤 吓个半死 真活该 母女二人在说着 不一般的提起话 谁都没有关注 还躺在外面的魏明朗 魏明朗在地上 足足缓了半个小时 才缓过神来 起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看身边的竹篓子 还有里边的东西 见到剩下的肉没丢 心里稍稍松了一口气 他都一把年纪了 要是被长辈知道 他从家里偷入换粮食 估计他娘又是个麻烦 可是这婚他不得不退 早知道来了是这种待遇 说什么 他都不会自己来一趟 第34章 人在家中坐 锅从天上来 魏明朗鬼鬼祟祟 一路躲着人回到家 悄悄地把那半竹篮子的肉 放进厨房 又捏手捏脚地 回到了自己的屋子 没一会儿功夫 出外面串门 吹捧自家儿子 年纪轻轻 就成为大队长 年轻有为的魏母面上 满是喜色地回到了家 这要是平时 大家肯定都缩在屋子里 躺在炕上 尽量减少消耗 可今天不一样 今天生产对分肉 过别半年多的日子 大家终于能吃一天好的了 这怎么能让大家不开心 魏母心想 虽然曹家那闺女 长得不像个正经姑娘 又不怎么会说话 还不怎么会干活 最主要的是 不会讨好她这个未来婆婆 但她有这一点好 她可以上山打猎啊 她们家不就能过上顿顿 吃肉的好日子了吗 魏母越想越美 直直地朝着厨房走去 虽然今天村民们 基本上都去看分肉了 可是一家领肉的 就派一个代表 他们家是让她家小儿子 去拿的肉 想必这会儿 也应该放在厨房了 魏母走进厨房 每两分钟 啊 一声尖锐刺耳的尖叫 从厨房破空而出 吓得左邻右舍 连忙过来围观 隔壁赵大婶 因为魏母有两个出息的儿子 向来很巴着她 一脸焦急地喊道 怎么的了 明朗他娘 你家出啥事了 口中叫嚷着 身体也不落后 没两步就窜了魏家 另外一边的齐大婶 想来看不上魏家 这种狗肚子里 装不了二两香油 有点事就瞎显摆的作态 儿子说 不会痒 就他们家的好 天天出来显摆 一看了就闹心 也跟着出来看热闹 一脸幸灾乐祸地道 明朗他娘 这大白天的喊啥呀 难不成招贼了呀 周边的几家人 全部围到魏家 七嘴八舌地问魏母 到底发生了什么 魏明朗此时也不好待在屋里 连忙冲向厨房 看他娘到底发生了什么 别是刀切到手了吧 众人围上来时 就见魏母双目赤红 眼睛瞪圆 死死地盯着篮子里的肉 见到儿子近来面色 有些猙獰地看向儿子 声音沙哑地问道 肉呢 我是看着人分完了给你 你才走的 现在怎么少了这么多 你不是拿去 接近那个姓赵的了吧 魏母平时也是个慈母 自己有一口干粮 可现在这个年景 所有人都快活不起了 自家儿子要是这时候 还拿自家的旧命粮 来接击不相干的人 他绝对不会答应 魏明朗知道自家母亲误会了 拉了拉他的衣袖 小声道 娘 我没给软软 你误会软软了 现在这么多人 等一会儿咱俩进屋 我慢慢跟你说 他身为大队长 被这么多人围观 挨自己老娘的骂 实在是太没面子了 魏明朗想要面子 可魏母自觉是魏明朗母亲 无论到什么时候 老子骂儿子都是天经地义的 更何况 魏母根本就不信魏明朗说的 东西没给赵软软 就凭最近他儿子 对那赵之亲的热乎劲 拿狼肉去救济他 再可能不过了 现在涉及到全家性命的问题上 绝对不能马虎 魏母对于魏明朗 把救命粮弄丢这件事 已经出离愤怒 丝毫没给他面子 面容扭曲 声音尖锐 像发疯了一样问道 有什么不能说的 他赵软软 敢拿咱们家的救命粮 就别想要个好名圣 今天我不去把这小婊子 手里的肉要回来 再扒了他一层皮 老娘就不信何 想着 那毕竟是儿子给的 还是补充了剧 别人给他 他就要 到底多大的脸呢 今天老娘 就去教训教训他 原来有曹静静做对比 魏母一直觉得 赵软软知情识趣 又会哄人 最主要的是 他还是有文化的城里人 城里人可是吃商品粮的 以后他们家要是有什么事 说不定赵软软家里 还能帮上忙吗 跟那个整天 只知道哭唧唧 缠着他儿子不放的曹静静 简直天差地别 这样的 才配得起他们家明朗 可是现在 魏母完全不这么觉得了 在现在 这种连饭都吃不上的年景 就算再有文化 又有什么用 就算是高中毕业生 也没有一头大野猪重要 听说 曹家打回来的 那头大野猪 足足有470多斤 光是炼出来的油 就有两大桶 等曹静静那丫头 成为他家媳妇 那野猪就是他们家的 一天打回来一两头 他们家以后还会愁吃穿 魏母越想越觉得 自己现在的想法对 准备一会儿老头子回来 就和他商量 早点把曹静静取过门 他们家也好早日过上 顿顿吃肉的日子 魏明朗见自家老娘 根本不听劝 一个劲地往外冲 那方向明晃晃的 就是知青点 其他的左邻右舍 也都围着 跟着一起往外走 一看 就是要去一起看热闹的 他心里顿时就急了 他娘性子怎么这么急 就不能给他留点面子吗 想起今天挨的打 脸上还有这么多瘀青 他娘都未看他一眼 也都没问一声 只想着丢了的那些肉 以及怎么把肉找回来 根本就没把它放在心里 魏明朗心里顿时不怎么好受 火气也被勾起来了 拉着他娘 不让他往外走 语气愈怒的道 娘不是软软 我把肉给了曹静静 第35章 冠冕堂皇打上门 魏明朗这话一出 不光魏母有点猛 在场的围观群众 也全都有点猛 村里人谁不知道 大队长魏明朗 讨厌他的未婚妻 讨厌到骨子里 怎么可能给曹静静送肉 估计就算是直接扔了 也不会把东西送到曹家 魏母显然和大家感同身受 面色顿时变得更加难看 显然被魏明朗 那稍显恶劣的态度给激怒了 语气压抑着 愤怒呵斥儿子道 你就算要包庇那个小婊子 也给老娘编出来一个 可信度大点的谎 说你把肉给了曹静静 你问问咱们大阳村的父老乡亲 有谁会信 说着 他用手指使劲点着自己的心脏部位 痛心疾首的说 我是你娘啊 含心如苦把你养大 哪怕自己受委屈 也从来不让你受委屈的娘啊 你居然别这种谎话骗我 魏明朗 你长眉长良心啊你 魏明朗微微皱了皱眉 每次他和他娘吵架 或者是不赞同他的观点 他娘第一时间就会拿养育之恩 以及多么宠他当借口 抢逼着他服软 无论是对是错 最后都是他的错 可他身为人子 又身为大队长 名声不能坏 每次他娘这么谴责他的时候 他也只能忍着 不过今天的事不同 今天的事涉及到了软软 软软那么善良的姑娘 在村子里无依无靠 名声要是坏了 遭受别人指指点点 可怎么办 他一定要把这事说清楚 省着他娘去找软软麻烦 软软那么纤细柔弱 肯定经不起他娘折腾 干脆也不隐瞒 直接说出真相 娘 你忘了那天 曹晶晶要和我退婚的事吗 他说 只要咱家把那十斤骨子 还给他们家 就和我退婚 卫明朗说的义愤填膺 虽然到昨天为止 他和他娘说 要还曹家十斤骨子 然后和曹家退婚 他娘一直都没同意 可是他娘平时 也挺讨厌曹晶晶的 每次都跟他说曹晶晶的坏话 企图让他别娶她 想必他能跟曹晶晶退婚 他娘也会有些许的开心 可他万万没想到 他娘的反应 比他想象的激动多了 魏母抄起来院子里的扁担 就开始追着卫明朗 狠狠地往他身上打 口中嚷嚷的道 那可是一半的肉啊 你就拿我们的命去 出去讨好别的姑娘 而且你闹什么呢 那是全家人半个月的口粮 他今天一早就想好了 把曹晶晶娶到家里 可没想到 他这败家儿子 后脚就把婚给退了 不但把婚给退了 还搭上了那么多肉 这让他怎么能甘心 得知真相后 魏母的表情并没有好到哪里去 但明显是有些缓和的 他单手拉着魏明朗往外走 大声嚷嚷道 这年头哪有管别人家要粮食的 现在家家户户缺粮 这时候管别人要粮食的 都是想逼死别人家的恶人 肯定是曹晶晶年纪小不懂事 所以才收了咱们家的肉 咱们去找他们家大人说一说 把肉要回来 刚分下来的 那是国家分给我们的肉 他们老曹家怎么有脸呢 虽然有人觉得 前天那情况 曹家闺女要求大队长退婚 又偿还借的米 并没有什么问题 但大家也将心比心 现在家家户户都吃不起饭 拿了别人家的粮食 可不就是要了人家的命吗 魏母的话 也不是没人理解 魏明朗想挣脱他娘 自己回家 他刚刚在曹家挨了一顿揍 浑身疼得厉害 现在只想好好回家休息 而且他也不觉得 他们现在去曹家 要曹家就会还给他们 可是魏母干了一辈子的农活 力气大得了不得 刚开始投入生产不久的魏明朗 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 连挣脱都没挣脱得开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母亲 把他再次拉向曹家 魏明朗想都不用想 曹晶晶那恶毒的女人 肯定不会给他好脸色 他顿时就后悔了 早知道就先和他娘之会一声 现在的场景是 他娘拉着他打头阵 气势汹汹地走向曹家 而后面还跟了一溜烟的围观群众 企图看他们两家的热闹 他身为大队长的脸 简直都丢光了 既然挣脱不了 他索性破罐子破摔 他娘战斗力不亚于王大花 只是这些年 因为他舅舅身居高位 他娘觉得 不能给自家兄长丢人 这才在表面上忍了几分 如果真要是吵起来 即便东西要不回来 能在曹家搬回来一程 给曹静静天天赌 也是好的 众人怀着好奇的心思 见刚吹完自己儿子厉害的魏母 气势汹汹地拉着他们大阳村的大队长 直直地朝东边去了 那一脸怒容 看着都吓人 顿时激起了大家的好奇心 到底是什么事 能让一向为了勤俭节约 做大米粥都能按粒术的魏母 宁愿消耗这么大的体力 也要从村西头走到村东头 找人家麻烦 不过 很快 所有人都知道 魏母为什么这么愤怒 他来到曹家门前 双腿插开 双手插腰 气沉丹田的大吼道 曹静静 王大花 你们给我出来 此时的王大花和曹静静 正研究老神仙的藏宝隔离 到底都有些什么呢 就听到外面尖锐的喊叫声 王大花拍了拍自家闺女 面色不善的道 没事 梁先出去看看 你别出来 你先在屋里待着 一会儿娘叫你 你再出去 那声音一听 就是他那上一届的老亲家 该不会是那小白眼狼 偷偷来退婚 没得到家里人许 现在魏家人后悔了 不想退婚 还想把粮食要回去吧 不过 那又和他们家有什么关系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一边想着 王大花一边就出了门 第36章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王大花出了院子以后 入眼的就是魏母 怒气冲冲的拉着白眼狼 大声的喊叫 试图把他们家的人都叫出来 王大花目光撇过魏明朗 那被自家闺女打的 五彩斑斓的脸 没有丝毫的心虚 谁让他欺负他家小闺女 挨揍不是应该的吗 不过 他倒是把这查忘了 何大翠可向来 不是什么好惹的货色 伤了他儿子 来找他们家也正常 王大花一脸嘲讽 面不改色的道 怎么着 白眼狼 你是三岁小而不成 自己先动手要打我 结果被我闺女揍了一顿 你还带着你娘来报仇 是怎么着 丢不丢人啊你 刚才一直闹哄哄的 都在肉丢了上面 众人还没来得及注意到 魏明朗脸上的伤 现在大家将视线 落在魏明朗身上 死 全都倒吸一口冷气 平时长得和小白脸一样的大队长 现在脸上跟让小孩 拿袋丝的笔 乱涂了一顿一样 这一块青一块子 还一块发黄的一张脸 拿出来是真吓人哪 半夜谁要是起夜出来 看见他 估计都能直接下庙 魏明朗感受到了众人 那或鄙夷 或惊奇的目光 咬紧了腮帮子 心中的羞耻感 恨不得顺着心力 从脑浆子里蹦出来 丢人 简直太丢人了 他长这么大 都没这么丢人过 这全都要怪 那个怪力女曹靖靖 不然 他怎么会受到 全村人的嘲笑 魏明朗心中 突然升起一股恨意 看向王大花的目光 都带上了一些阴毒 这家人不是挑衅 他这个大队长吗 那他就让他们 以后都没好日子过 在这么小一个村子里 凭他这大队长的身份 没有什么是办不到的 原本还觉得 有些休脑的魏明朗 想明白以后 好像找到了一个 什么突破口 心情顿时就变得快意起来 脸上的表情 转换得这么快 可以说是无缝链接 王大花用一脸 看精神病一样的表情 看着他 恨不得把他变成一堆 不可回收垃圾 直接就地焚烧 魏母才不管 二人的眉眼官司 直接单刀直入的道 王家嫂子 听说今天明朗不懂事 把肉送来了你们家 是他一时糊涂 送错了 你们不要在意 他只想把肉要回来 又不想 把事情闹得太难看 要是曹家人 有自知之明 做过的一些事 表示视而不见 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这种幕后窜多的人 最讨人厌了 王大花掐着腰 对着魏母 就是一顿乱骂 什么叫把肉给我了 什么叫年纪轻不懂事 你能不能说话之前 负起来点责任 别说话跟放屁似的 我们家今天从始至终 都没有收到肉 只收到了你们老魏家 欠我们的十金骨子 怎么着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你们俩这还是想赖上 我们不成 众人纷纷议论 也表示理解 前两天那事 大家都看见了 大庭广众之下 魏明朗就要求退婚 人家曹家 小闺女什么都没说 只要求把欠大家的粮食 还了 确实一点都不过分 作者有话说 第37章 揣着明白装糊涂 魏家老太太 现在上曹家 说些有的没的 就有些过分了 魏母回头瞪了一眼儿子 笑呵呵的对王大花道 孩子小不懂事 那天才会情急之下说退婚 你家妖妈 和我家明朗的婚事 那可是父母之命 媒妇之言 怎么能说退就退了 她要是敢这么欺负妖妈 坏妖妈名胜 我这个做娘的 第一个就不答应 她这话话里话外的说 退婚的女人名声不好 就是想让王大花有顾忌 也不好直接退婚 不然的话 这么会打猎的一个姑娘 他们魏家得不到 别人家也别想得到 王大花是和人吵架的老游子了 魏母话里面什么意思 她能听不懂吗 不管周围有那么多人围观 直接很没形象的 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 逗逗围观的人 都捂着嘴偷笑 王大花挥了挥手 示意大家别吵 你可拉倒吧 名声有亲闺女的幸福重要 我们老曹家可是人一人家 干不出来那种为了名声 鼻子亲闺女的恶毒事 就你们家儿子这种有着婚约 还没结婚呢 就去和别的女人 勾三搭四的架势 真要是把我们家妖妹儿 嫁给她 还不得把我们家妖妹儿 搓磨死啊 那可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 你们不心疼 我还心疼呢 他们老曹家四兄妹 就妖妹儿没结婚 就算他们家妖妹儿 名声坏了 也不影响他 三个已经成亲的哥哥 至于下面那几个小的 最大的大壮 今年也就八岁 想一亲起码十年后 到时候 今天发生了什么 大伙儿早忘了 说不定岁数大的 爱说闲话讲究人的那些人 都已经入土了 他还有什么顾忌的 魏母被王大花 把最后一层遮羞布给扯了下来 脸色变得难看无比 语气不悦的道 亲家 你这话说的 我可不爱听了 我们家明朗可是大队长 什么时候跟别的女同志 勾三搭四的了 那天事出有因 是你们家闺女 把人家赵之清 给推进了河里 我们家明朗 不想让这事情闹大 影响妖闷的名声 这才是急忙慌的 把人送走了 都是亲家你误会了 见他这么说 周围的人都撇了撇嘴 心里觉得魏母不要脸 那天在场的人那么多 到底怎么回事 大家早都传得沸沸扬扬 再说 魏明朗早前就和那赵之清走得近 大家都明眼瞅着呢 只是碍于魏明朗是大队长 没人愿意得罪他罢了 别人都怕魏明朗 可是现在的王大花不怕 魏明朗那个白眼狼 伤害的可是他的亲闺女 两人从小一起长大 青梅竹马 他家妖闷 又不是什么大奸大恶 十恶不赦的人 不想看自己未婚夫 和别的女人在一块 有什么错 但凡他有点良心 今天都不会骂妖闷 那么难听的话 打在谁身上 谁知道疼 王大花今天心是真的疼到受不了 恨不得把魏家 这几个不要脸的人 千刀万剐 脸色顿时就冷了下来 眼神厌恶 语气嘲讽的道 那可还是真是关心人家 在场那么多人都知道 是那个赵阮阮 自己往水里跳 冤枉我们家妖闷 结果才被我们家妖闷收拾了 就你儿子脑子不清醒 觉得不管心思恶毒的小婊子 就会影响我闺女的名声 就这种糊涂蛋 还当大队长呢 趁早回家 管好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儿吧 别出来坑害别人 今天我们家妖闷 已经和这白眼狼说明白了 两人以后桥归桥 路归路 对面见面都当不认识 今天有这么多父老相亲在这儿呢 就当给我们做个见证 我们家妖闷 以后和魏明朗没关系了 王大花见魏母还想说话 连忙继续道 魏明朗和那赵阮阮不清不楚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全村人都知道了 我不相信 你和你们家老魏不知道 你们口口声声说 对我们家妖闷好 要报我们家老曹的救命之恩 可却眼睁睁地看着我们家妖闷 受你儿子欺负 却一生都不闻不问 魏家嫂子 算我求求你 看在我们家老曹 为了救你们家老魏 把命都搭上了的份上 你们家就放了我们家妖闷吧 别放在眼皮底下搓磨了 你们干出这么忘恩负义的事 就不怕我们家老曹 晚上去找你们吗 王大花是真心疼 也是真生气 说着说着 自己就开始掉上了眼泪 村里人都知道 王大花这老太太战斗力极强 但凡有人敢欺负他们家 那都是撸起袖子直接干 十里八村的汉子 都未必像他这么有刚 像这次这种 把人气哭了的 还是头一回 众人顿时有了一种 亲眼看见猛男落泪的错觉 这得是多伤心 才能让那么刚强的 一个人哭成这样 这事儿 确实是魏家太过分了 人家男人 为了救他们家男人死了 只剩下一堆孤儿寡母 当时老魏家说 要跟老曹家做儿女亲家 大家还都说 他们知恩图报 现在看来 已经订婚约的未婚夫 在外面勾三搭四 家里的长辈也全都默许 这乃是报恩呢 这简直就是恩将仇报 立刻就有几个心软的大婶 眼圈红红的 走到王大花身边 一边给她拍背 一边柔声安抚她 好了 好了 王婶子 这婚现在也退了 事情都过去了 总归能好起来 你们家除了小闺女 还有三个能干活的大儿子 这日子多有盼头 另一个婶子也道 是啊 大花 咱家妖门长得那么漂亮 说不定以后能嫁个城里人呢 到时候就去吃商品粮 再也不用跟咱们一样 从泥地里抛食了 在场的众人都同情王大花 纷纷围在她身边劝慰 曹静静和几个哥哥 嫂子也都出来 让王大花别担心 他们以后肯定会好好努力 这边一派和谐 可想而知 身为王大花对立面的 魏母和魏明朗 站在原地得有多尴尬 第三十八掌 你男人的命可真贱 魏母心里越想越生气 众人全都去安抚王大花 不就说明是他们家错了 是他儿子忘恩负义吗 心里清楚明白 到了这份上 他们想再结这门青 肯定结不成了 也就不再给曹家人好脸色 把手中原本想往回拿肉的竹篮子 狠狠地往地上一摔 扑啦啦啦啦 竹篮子掉在地上以后 转了好几圈 直接滚到了王大花脚下 魏母恶狠狠地瞪着王大花 声音尖锐地道 王大花 你在这装什么柔弱 大家认识这么多年了 谁不了解谁 你们老曹家人 这么多年了 什么时候吃过亏 之前你们不就是觉得 你们家闺女什么都不是 还想巴着我们家魏明朗 所以才给我们家魏明朗 按了个这么个破罪名 要是我们家魏明朗 真的做了什么对不起 你们家闺女的事 就冲你这脾气 不早打上门了 还会安生这么长时间 现在这么着急忙慌地 想和我们家魏明朗退亲 该不会早就找到 下家了吧 就想着 把脏水全都泼到 我们家魏明朗身上 好让你家闺女 名声干干净净地找其他人 王大花 你怎么想得那么美呢 你想这么干 也得我们魏家愿意这么见 我今天就告诉你 这亲 我不同意退 就算要退亲 责任也应该 全是曹静静的 他们家魏明朗 可是大队长 名声坏了 以后还怎么做工作 在场的人怎么都没想到 事情都已经到了 这份上了 魏母还能继续抵赖 不但抵赖 还想把脏水 全都泼到曹静静身上 这心事得有多黑啊 园主是个能胡搅蛮缠的 他只想着 能管住魏明朗 或者把赵软软撵走 就能回到从前 所以 每一次面对魏明朗的冷脸 都是又哭又闹 纠缠不休 面对赵软软的时候 又是指刀气昂 却又没有实力 去承接自己的傲慢 每次都被赵软软坑 村里人全都只顾着看热闹了 基本都没往深处想 只觉得窈窕淑女 君子好球 城里来的姑娘那么洋气 别说大队长看着喜欢 就说其他村里的小伙 也一样喜欢 多看一眼 又没干别的 其实也没啥 可自从曹静进来了 把两个人的皮 彻底撕下来以后 村民们全都知道了 两个人的关系 茶余饭后的聊天 全都变成了那个 背信弃义的大队长 和那个有未婚夫 却出来乱搞的女知青 不得不说的二三事 现在村民们知道了 卫明朗和赵冉卵的关系 在看卫母这么胡搅蛮缠 顿时都觉得他们家过分 纷纷过来劝 卫婶子 这清退就退了 没必要再误人家小姑娘名声 人家小姑娘 现在想开了多好 你们家卫明朗 现在也可以光明正大的 去找赵之青了 得饶人处且饶人吧 是啊 卫婶子 这公道自在人心 到底怎么回事 大家心里都清楚 差不多就得了 宣扬出去 对明朗的前途也不好 人家曹家人 毕竟救过你们家人的命 再咄咄逼人 就有点太过了 要不喂 婶子 今天这事就这么算了吧 你也早点回家做饭 今天好不容易有点肉 还是人家曹家弄回来的呢 这年头 大家好长时间 没吃过一顿饱的了 你早点回家做出来 也省着馋坏了孩子们 他不说做饭 不说肉 这两个字还好 卫母一听这两个词 顿时怒火中烧 今天他为什么来 不就是因为他家的傻儿子 把肉给老曹家 和他们退婚了吗 要不他饿得前胸贴后背的 怎么会大老远的 来找他们家麻烦 狠狠地瞪了一眼 那几个说话的人 顺便把替王大花 说话的那几个人 默默地在心里记了下来 准备以后给他们穿小鞋 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 冷冷地瞥了一眼王大花 与其像对着垃圾 不愿意多说一样 嫌弃的道 既然你们家孩子 不想再和我们家结亲 那咱们两家的亲缘 也就这么断了 不过 今天明朗给你们家送的肉 你得还给我 那是大队发给我们家的肉 你们要是拿了 那就是侵占我们家的财产 冲着你们家老曹 救过我们家老魏 这事儿 我可以当做没发生 也就不去举报你们了 他说话的语气 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好像多看一眼曹家人 都会污了他们的眼睛一样 王大花原本就是个 战斗力极强的人 能凭一己之力 把四个不省心的孩子 拉拔长大 可见也是个心智坚定的人 可现在却被为母亲的身上 有些抖 他万万没想到 他家老曹用命换来的 就是这么一家子不要脸的人 要是知道是这样的结果 他宁愿老魏跟老曹一起没了 也省得这些白眼狼们 欺负他们孤儿寡母 让他更加伤心 曹晶晶一直扶着王大花 原主和魏明朗的婚约 是他们两个人的恩怨 他给两人退了清以后 就相当于是给原主 在这个世界上的感情世界 画上了一个句号 他以后和魏明朗 井水不犯河水就是了 可他万万没想到 魏家人一个个的 居然这么不要脸 也不等王大花反驳 曹晶晶冷眼看向魏母 语气凉索索的道 魏明朗他娘 你这话这么说 老魏头知道吗 他那一条命 就顶了三斤不到的狼肉 在你这脸 你男人的命可真贱 第39章 狗急跳墙 曹晶晶一句话 像是刺激到了魏母一样 也不顾着旁边人的拉扯 猛劲的往曹晶晶那里冲 想要上前撕打他 口中骂人的话 更是难听 你这有娘生没爹养的小崽子 这理论都到你来说话 知道我为什么不喜欢你吗 就是因为你一出生 就把你爹克死了 就你这样的扫把心 谁娶你 谁倒了八辈子血没 要不是怕人家说嘴 你真到我们魏家 想娶你不成 魏明朗听到自家老娘 说了这么一句话 心下顿时一沉 心中暗道坏了 他可是刚刚挨过揍 知道曹晶晶下手 那叫一个黑 除了脸上的伤男看以外 身上疼得不得了 可却一点伤都没有 就算他想找别人讨公道 都没有办法找人说理 而且 那一家子就跟中了鞋一样 把好吃懒做的曹晶晶宠上了天 他娘在这骂曹晶晶 骂得那么难听 曹家三兄弟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要是他们真是铁了心的 来打他们娘俩 估计村子里的人 都拦不住这几个虎的 魏明朗一个劲的拉他娘 可根本拉不住 他娘把他拖着往前走 事实就跟他想象中的一样 曹家不光四兄妹和王大花火了 就连曹家的几个轴里也火了 曹三哥和曹三嫂二话不说 一人抄起铁锹 一人抄起铁仙 面目猙獰的冲着魏明朗母子 就跑了过来 要说原本魏母还在气头上气死 现在就是差点没吓死 曹家老三想来闷头干事不说话 可动起手来特别费 八岁的时候 就能因为村子里孩子欺负他妹妹 把十三四岁的大孩子 打得差点没缓过来 直接去了 从此以后一阵成名 村里人再也不敢欺负他妹妹 曹三嫂更不用说 那就是个傻的 心里头只有一根筋 凡事从来不多说话 直接就上手往死里打 没嫁人之前 他后妈和季姐一起欺负他 他爹当作没看见 结果他转身出去了一趟 回来的时候 就踢着菜刀 追上继母和季姐看 他爹要是敢拦着 他就连着他爹一起看 他爹骂他不笑 他就说 他们打我的时候 你不也一样没管吗 我打他们的时候 你也一样不能管 你这个做一家之主的人 要是不公平 那我就只能连着你一块赶 当时满院子的血 全都被染红了 继母和季姐浑身都是血 即使后来去了医院 他继母的左手 到现在都还不好使呢 魏母想起二人的英雄战绩 两条腿就有些发软 这么两个虎人 拿着凶器冲过来打人 哥谁谁不怕 魏母一边狼狈的躲闪 一边口中大叫 杀人了 曹家人杀人了 赶快报警 把他们抓进橘子里 让他们家人 一辈子蹲巴离子 他本以为这么嚷嚷 曹家人就会害怕 过去拦着两个人 可没想到 王大花比他想象的还要混 不但不拦着 还大声的叫好 好好好 老三 老三家的 往死里打他这个白眼狼 没心甘的老不死的 要是真有人报警 非要有人去顶罪 那我老太太一把年龄了 与其受气 还不如一死了之 无论是蹲巴离子 还是挨枪子 我都替你们去 别担心 往死里打 在场的众人虽然响蓝 可拿着凶器的两个人 实在是太勇猛 手中的铁锹 和铁仙舞的虎虎声威 根本没有人怀疑 现在冲进战圈 他们会跟魏家老太太一起挨打 曹晶晶看两个人下手是真没有数 手里的家伙 几次都擦着魏母的脑袋过去 魏明郎早就被吓傻了 刚才后背挨了一铁锹以后 连给他妈拦着的动作都慢了许多 再这么打下去 肯定得出事 曹晶晶想着 可不能因为一个魂不灵的老太太 毁了小两口的一辈子 至于像老太太说的 有什么事 她去顶罪 估计也只有这个年代的法盲 才能这么有自信地喊出这句话 魏母见曹老三两口子 根本不想放过他 用蹲大鱼威胁他们都没有用 只能退而求其次地喊道 曹老三 你一个大男人打女人啊 而且 还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太太 你到底要不要脸 要是打他的人 只剩下一个 有儿子在身边 他也未必会吃亏 这俩人一起打人 实在是太狠了 他刚才腰上挨了一铁锹 现在都已经没了 估计肯定得死了 曹家人一家人都手黑 心黑 人也黑 一家的人 没一个好东西 全都不得好死 不过他也就只敢在心里骂一骂 在这种被追着打的时候 借他两百个胆子 他现在也不敢 破口大骂曹家人 多两个人都这么费劲了 要是曹家人都上了都怎么办 想着想着 屁股上又挨了一铁锹 铁锹和铁锹不一样 这玩意儿 他有尖 魏母顿时感觉自己裤子 发出一声刺拉的扯步声 屁股也凉嗖嗖的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怎么回事 不远处就传来一阵哄笑声 魏母微微回头一看 顿时脸胀的通红 那该死的老三媳妇前多多 拿着铁锹的肩锯 把他裤子给扯坏了 他破了一个洞的红颜色大裤头 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 被所有人看见了 这以后 还让他怎么有脸活下去 魏母顿时恼羞成怒 根本不考虑曹三哥两口子 手里还有武器 凭着内心的一片孤勇 壮士断腕一般 飞快地奔向曹三嫂 钱多多 老娘跟你拼了 第四十章 回光返照 这年代是最标准的不劳无货 所有人都为了能多吃一口东西 拼了命地下地干活 却仍旧吃不饱 这也就奠定了 魏母虽然年龄大了 可身形灵活 无论是戾气还是爆发力 都不属于年轻人 他往前一扑 正好对着曹三嫂就过去了 大概是连魏母都没想到 他猛然间扑向的方向 正好就是曹三嫂 拿着铁锹的位置 谁都没想到 会有这样的发展 全都傻在了当场 魏母脑袋撞上铁锹 必死无疑 然而 即便现在曹三嫂收手 也已经来不及了 两人的距离实在太近 魏母绝望地闭上了双眼 由着惯性直直地砸向铁锹 只希望自己这么一死 明朗能抓住机会 好好地收拾曹家这些杀千刀的 给他报仇 想象中的疼痛并没有到来 魏母只感觉自己的脖领子一紧 紧接着自己就被甩了出去 在睁眼睛的时候 就见曹家那个扫把新小闺女 居高临下地看着她 一脚踩着她一个胳膊 目光冷冷地看着她 魏母心下顿时一紧 暗道 这怕不是要下黑手吧 浑浊的眼睛 各狠狠地瞪着曹静静 声音惊恐地尖叫 怎么着 你们家人差点把我害死 现在我命大 没死成 你还要继续打我不成 这世界上没天理了 我的老天爷 魏母这回不是肝打雷不下雨 而是真的泪如雨下 她刚才是真怕了 自己好好的一条命 就在阎王殿门口逛了一回 这要是放谁 谁不怕 知道自己死不成了 她现在就想找个发泄口 好好发泄一下 曹家人 她一个都不会让他们有好日子过 曹静静抬手 轻轻地捋了捋 自己并脚的碎发 微微勾起唇角 不还好意的道 我让你怎么行呢 你刚才不是说 年轻人打你一个老人 太不要脸了吗 这不就是说 要想打你 也得和你年龄 差不多才行吗 她目光往王大花身上 微微一扫 王大花立刻闻闲歌 而知雅意 撸起袖子 就奔着魏母去了 李老远就开始抡起大巴掌 啪啪的 王魏母脸上招呼 一点情面都不留 刚才也就是 她家妖门反应快 不然这老货 早就死在那了 魏母黄土 都埋到脖子梗了 死了也就死了 可他们家凭什么给她赔命 今天的所有事 都是她自己做的 要王大花自己来说 魏母死一千遍都活该 可她爱死哪去死哪去 就是不能死在她家门口 王大花一边打一边喊 和大妮 你这个魂不灵的老不休 想死在我们家门口 让我们家承担 逼死你的责任 你配吗 就你这种杀千刀的 就应该扔在山上喂狼 活着都是浪费国家的粮食 明明是我们家妖门救了你 现在你却又要倒打一塔 老娘今天不打死你这老雕妇 王子倒过来写 曹静静居高临下的 踩着魏母看热闹 听着两个老太太吵架 心里有些好笑的想着 王子倒过来写 还是王 估计这个世界上 也只有姓王的 占这个便宜 无论一百八十度转 三百六十度转 全都是王字 只是字体结构 好不好看一罢了 两个老太太打了一会儿 不 一个何姓老太太 被王姓老太太打了一会儿 何姓老太太 因为胳膊被人压着 一直处于下风 口中幕后道 两对一 以多欺少 你们算什么英雄好汉 他话音刚落 就听到 砰得一声闷响 所有人的目光 都朝声音的方向看了过去 魏明朗扬倒在地 身体微微勾搂 面色扭曲 曹静静目光挑衅的看向魏母 笑得特别欠 语气也特别欠 怎么能是以多欺负少呢 你儿子刚才也偷袭我了 咱们这可是二打二 只是你儿子太弱 刚一上来 就直接回老家了 要是按人品论 偷袭女人的男人 可比按着极品老太太 给自己妈出气的女人 人品差太多 魏母见到自己儿子 被打得惨样 嘴唇哆嗦着 说不出来话 好半天才反应过来 疯狂的挣扎 你放开我 我要去看我儿子 你把我儿子怎么样了 我告诉你 曹静静 要是我们家明朗 有个三长两短 我这辈子都不会放过你 曹静静默默地看了他一眼 语气悠悠地道 你这句话的漏洞太多了